大家午安 想你們 想你們了 大家午安 我今天早上去 心生健檢 還沒有吃東西 吃鍋 我的 還有午安 好把我已經崛起了 這個關掉 這麼早就會公開 因為今天是心生健檢 今天是紅茶 學校附近的早餐店都很便宜 因為是 for學生的 而且我超笨的 心生健檢是今天 然後我寄成是昨天 學生的都很便宜 要一個套餐才65塊錢 我付錢的時候 我本來以為飲料一杯是20塊 然後我就說 欸是85嗎 因為阿姨仍很好 她就是說 因為我拿100塊出來 然後阿姨就說 錢放個自己找錢這樣 然後我就拿了15塊 然後我就說 嗯是85嗎 然後阿姨就說 好便宜喔 這是 可能平常 這是不是在學生的 區塊的早餐店 這樣一個套餐可能就是 要85 對 或是更貴 而且阿姨叫我自己找錢 我差點就少找20塊了 超便宜的 不意外 你們說我記錯時間嗎 沒有 因為其實昨天是心生訓練 然後我原本以為是 心生訓練完之後會 直接做體驗 我以為是同一天 然後我昨天就空腹去學校 然後結果 同學跟我說 體驗是今天 然後就 蛤 那我還空腹 然後重點是心生訓練幹嘛 就是聽學校的 長官、校長講話 然後台上應該有 20個老師吧 然後一個人講5分鐘的話 然後就這樣講了 兩個小時 然後還要交唱校歌 差不多也半個小時 不止喔 40分鐘 然後就坐在那邊 坐了一個上午 坐了三個小時 然後椅子很硬 很痛 然後我又以為 我以為 就是 因為我們會先去班級 就是點名 然後講一些注意事項 然後我本來以為 講完之後就是 直接去體驗這樣子 然後結果 不是 就是 點完名之後 結果是去聽 長官講話 然後就坐在那邊 三個小時 然後我肚子一直在焦 因為我想說要體檢我空腹 然後就坐坐坐 然後就 而且他表定是到12點 他真的 給我講到12點整耶 就是前面可能想說 欸40分 好像有一個收尾感覺對不對 然後又 又繼續講怎樣怎樣 然後講到最後一個人 所以他講到59分 也不願意放棄喔 就是 繼續講 一定講到12點整 然後才 才里程 然後又說 為什麼 這個時間也算太精確 因為我們公演 就是 我們預估是 兩個半小時的時間 但有時候也會有 delay 其實還蠻常會delay的狀況 但不是喔 他那個時鐘在那邊 怎麼這個時間 講到12點整才肯放我們走耶 然後真的是 然後因為昨天 工作也還蠻多的 就是專訪的工作 昨天有三個專訪 都拍在同一天 然後我等於 我就早上去 新生訓練完之後 然後我就 趕去公司 然後 就 三個專訪 然後 然後 因為新生訓練 完 我就要馬上到公司 我就沒有時間 弄我的 妝髮 對 所以我昨天是 早上6點起床 然後就是 弄我的妝髮 然後我在那邊弄 因為鼠敗在家嘛 然後他早上看到我在那邊 剪頭髮 然後化妝 他說 去學校你 弄這樣子 學校可以嗎 學校可以化妝嗎 然後我聽到的時候 我想說 我想說鼠霸是不是對我 他以為我是上國中嗎 他以為我是國中生嗎 就是 國中才會有教官在校門口 就是看你服務衣有沒有整齊 然後不能化妝什麼 我是大學 大學生為什麼不能化妝 就是 我真的覺得 因為鼠霸 是我國中畢業之後 就已經回到澳門了嘛 然後我就覺得 他這次回來 他真的好像 對我好像還是國中的印象嗎 他就 就是 我不知道耶 為什麼大學不能化妝啊 我又不是國中 然後今天禮拜六也是 他一大早就起來 然後就 因為我 呃 體檢的話是有分流時間 然後我體檢的時間是十點 十點 就沒有像昨天 昨天是八點就要到學校 今天是十點 然後我爸就 八點多就在那邊挺挺啪啪 然後就說 你不用上課啊 為什麼睡那麼晚這樣子 然後我昨天 因為我昨天很晚 我昨天有幫朋友慶生 然後就比較晚回家 我就很困 然後 然後鼠霸說 為什麼不用上課 然後我當下也沒反應過來 說今天是星期六啊 然後因為我昨天回家的時候 已經 十二點半還是快一點了 然後鼠霸已經睡著了 對 然後 我就 因為我原本一直跟他說 我禮拜五嘛 我就說我要 心生訓練跟體檢 這樣子 對 然後 然後結果 我根本就記錯時間 但是因為我回家的時候 鼠霸已經睡著了 所以他不知道我今天要體檢 然後他一大早叫我起來說 還不上課 睡那麼晚 然後我當下也沒反應過來說 今天是星期六又不用上課 但我就是說 嗯 喔 我記錯是今天要體檢啊 這樣子 那我後來越想越不得 今天是星期六晚 就不用上課啊 我會不會明天也被鼠霸叫起來 還不起來上課 讓我再多放一下架好不好 鼠霸在幫我當國中生 就他一下說我講話聲音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一下說 一下說什麼 我上課 為什麼可以化妝 大學班 就可以化妝 而且我是因為昨天有工作 我一定要先化啊 對啊 鼠霸很奇怪 欸其實我也真的不知道鼠霸幾歲 我也有一點對鼠霸的停留 好像是45歲左右嘛 就是 因為我跟鼠霸我們已經 就是10年 他在澳門住了很久 然後我真的 我對鼠霸的印象也真的是 可能45歲左右嘛 就是 然後鼠霸對我的印象也是國中的那時候 因為就後來就 他都一直在澳門嘛 就很奇妙的 不知道 可是你也不能怪他 今天有在外面看到Mina 我想到一件事 但對 跟你無關 我的時間停止是 欸我國中真的就長這樣 我也覺得很奇怪 我好像時間停止 但我想講的是 對說到 在外面被看到這件事 我今天一去一進捷運站 我家那邊的捷運站 然後呢 因為我戴耳機 就是聽音樂 那個降噪功能很好 我是聽不到旁邊的人講話 然後就有一個人 就是來拍拍我 一個妹妹 然後小小 比如我小子 看起來應該 可能是國中生 或高中生 還是國小 現在國小的時候你長比較成熟 認識會不會太大 你看 一家國小國中 欸還是高中 反正就是一個 小小子的妹妹 然後就拍我 然後我戴耳機我聽不到 然後他就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 我就 把耳機拿下來 然後他又說 咦咦咦咦 然後我就 欸不好意思 然後兩個耳機都拿下來 然後他就說 你是那個什麼 什麼咦咦咦嗎 我沒有聽清楚 我就聽到他說 你是什麼咦咦嗎 然後我聽到的時候 就有點咦咦咦 然後他就說 那個我好像有在 有在那個IG上面看過你 然後我就 是嗎 然後我就想說 會不會是滑過我的reels 對 然後就 然後我就 滿臉期待 然後他就馬上拿著手機說 你等我一下 然後他就搜尋那個帳號 然後就想說 是認出我了嗎 然後 然後他滑 然後就點開一個 我根本沒看過的網紅 好像三千多追蹤吧 他說是這個嗎 然後我看 不是耶 然後就很失望的走掉了 然後我想說 你也追蹤一下我的IG 我追蹤比較多啊 我也欠追蹤啊 就是很失望耶 就是他就是滿臉期待 你是那個什麼嗎 你是那個誰誰誰 可是我真的沒聽過那個名字 然後我也不記得 我本來想要搜尋看看那個帳號 然後看一下我跟他真的有長很像嗎 可是因為我真的聽不清的話 什麼家家 我就聽不清楚 好好奇喔 對啊 然後他就 對我也覺得我應該要拿 拿他的手機輸我的帳號 說我是這個這樣子 對可是我當下就是 他就是聽到我說不是之後 他就有點 不是喔 他就走掉了 然後我就 誰 我從頭到尾就沒聽清楚那個名字 而且甚至是不是家家 我也不知道 我只聽到什麼什麼什麼家 之類的 應該有家之類的 還是其實根本沒有 我耳朵真的不好 因為我戴耳機 然後我耳朵真的不好 我真的沒聽清楚 可是他的臉看起來就是有點失望 就是他的臉上已經顯得不好意思了 你知道 不好意思 然後就走掉這樣子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講不好意思 可是我當下也是有點 欸 因為我原本期待 他就說 我在那個 我在那個 IG上有看過你 然後就開始搜尋 然後就 真的嗎 然後我還等他 就是找那個帳號 你知道嗎 就是我還滿臉期待 想說他找到我的帳號嗎 我是喔 這樣子 想說拍那麼多短影片 總算有人認出我了 什麼有點期待 然後結果搜尋 不是耶 就我尷尬 他也尷尬 你知道嗎 就是 而且到底是誰 我真的好好奇 那個名字到底是誰 小難過 下次在外面巧遇打招呼會不好嗎 不會啊 在路上看到我可以跟我打招呼 沒關係啊 不要偷拍就好了 我覺得上來打個招呼都 都是很熱議的 對 只是我們不能 我們不能合照而已 只會給你們犯傻 可以跟我打招呼 對 但是如果是認錯的話 就 就沒關係 對 好不好開啟 嗨 我今天點的是 鮪魚 鮪魚起司蛋餅 跟薯餅 這樣子65耶 很便宜耶 我真的太久沒有踏入學校生活了 對於學生的那個物價感到 哇哦 超便宜 上次站在我旁邊我也認不得 怎麼站在我旁邊 怎麼時候啊 謝謝朱里恩的天使徽章 開吃了 那個網紅 我就不知道是誰 我本來想搜尋 可是我 我就想什麼貝貝 我還搜尋金貝貝 新貝貝 我就想 因為好像不是 看到了那個 忘記了 因為他就是搜尋一下 然後說不是 他就走了 對 到底是誰 結果名字根本不是貝貝 是什麼 不是貝貝也不是家家 我真的不知道 我是自己的什麼 家什麼貝 還是根本不是 我是家家 又變貝貝 我真的不知道 我為什麼會突然跑出貝貝 我不知道是誰啦 反正就是一個沒看過的人 到底是貝貝還是家家 我不知道 家貝傑 誰的名字是家貝傑 那是衛生紙品牌吧 我真的不記得耶 家貝傑 我真的問誰會跟我長很像 所以這臉也像倉鼠嘛 我真的好想問那個妹妹 我後來本來想要 因為她就走去別的車廂 想不然想要找她問 可是這找不到了 想說算了 她也尷尬 而且我今天 我今天體檢那個 你們看我這個抽鞋超 現在看起來好像比較好了 剛剛超級紅 而且我之前沒有這麼大的針孔 就是 之前抽鞋就是 一個點而已 然後她今天的這個 是一個 嘟頭的男生 然後她就是 感覺蠻嚴肅的 然後就是 抽下去 然後她就是 之前遇到阿姨的時候 她都會 跟我講話 就是因為我很怕 所以她基本上 她一抹那個酒精手 我已經就是 我抽的時候 我已經是 我整個會轉 180度 整個要轉180度 不想看到 對 然後 阿姨抽起來的時候都會說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因為她看得出我會怕 然後她沒有 她就沒有 然後重點是 我看到我旁邊 剛坐下來的人 都已經抽完走了 然後我還在那裡抽 然後她也沒跟我說 就有時候阿姨可能會說 快好了 再忍耐一下下 什麼什麼的嘛 都沒有 一句話都沒講 然後我就看在旁邊 坐下來的人走了 又坐下來又走了 然後我還在抽 然後就不知道 到底要抽多久 然後她就都沒講話 然後又不敢看 然後我就 我就一直抽到 我就這樣 我在練 就是很尷尬 因為後面排 就是因為學校抽血 就是一次大概有十幾個 醫療人員在那邊抽嘛 她一 她一插那個酒精手 我是直接就是面對所有排隊的人 然後我就 然後她抽超久 我的臉已經 不能再皺了 你知道嗎 然後就 到底要抽到什麼時候阿 而且很痛耶 就是我覺得 但我後來有跟鼠媽講 然後鼠媽就說 有時候遇到那種 可是 都應該不會是菜鳥阿 我不知道耶 反正我之前抽好像沒有那麼痛 因為我之前體檢 我都是跟奶奶的公司 那邊去體檢 那邊抽的就 都不會這麼痛 好像 健康檢查三年 連續三年 我都在奶奶的公司 一起做 免費的 但是喔 我看到旁邊的更慘 旁邊 有一個人是 就是 太多了 就是可能 老的可能有三四個 但是有很多都是看起來年輕的菜鳥 然後有一個人是 他插了左手 然後呢 抽到一半 然後好像不知道是 插的位置不對還是怎樣 然後呢 抽了一半 然後就換他的右手 所以他兩隻手都被抽 我應該沒有被抽第三次 但我覺得還是很慘 因為 我之前抽都沒有那麼痛喔 我現在光是抽一隻 其實我現在這邊還在痛耶 我沒辦法想像抽兩邊 那個手是要怎麼拿東西 我這個事情 不是 我覺得很可憐 就是因為 我真的隨便排 我就看哪裡少 就排哪裡 可是 我同學就說 他其實有 就是有先觀察看哪一個 看起來比較 抽比較快 比較有經驗 他是排那邊 然後我是比較傻 我就不會看 我就隨便排 但還好我 我沒有被抽兩針 其實已經算是幸運了 對 然後好像有人也是抽了這邊 然後抽一抽好像也是不行 然後就抽前面嗎 手背的血管 好可怕喔 這裡還是這裡 我不知道了 然後我看到的時候想說 喔 我 我沒有抽過這麼下面耶 就是這一塊 而且就是等於要挨兩針 然後就好痛喔 而且奶奶其實是他會暈針嘛 然後他就說他好像之前是在學校體驗的時候 然後就是 也是遇到一個菜鳥 然後因為奶奶的血管好像比我還細 然後那個菜鳥就是戳了一針 哎呀 戳歪了 然後又再戳了 他是美樂蒂 他是美樂蒂 他就說他應該連戳了三四次 然後才那個 然後戳到奶奶 因為我們家的人其實都平血 對 戳到奶奶直接暈過去 然後他從此只要看到針 都會直接暈過去 美樂蒂 美樂蒂 哎呀 戳完了 沒開 哎呀 沒開 真的真的 我覺得奶奶很可憐 真的 他以前沒有那麼怕 就是可能是小怕 可是他真的就是 學校那次戳完之後 他每一次只要一看到那個針他就暈 然後就是他要整個躺平抽的那一種 然後我那時候都覺得好誇張 為什麼會這樣 然後聽到他講這故事的時候 我覺得這也是蠻可怕 就是我覺得挨兩針 我就已經覺得很恐怖 他那時候我可能是挨了三四針 然後才抽到血 對 就是我不知道奶奶真的血管不太好找 然後我覺得可能運動可能也有點關係嘛 這個他的血流的也比較慢 就是他會 他抽血的時間要好久 好像是說他的血流的比較慢 但我不太知道詳細的原因是什麼 對 當然可能抽完 旁邊已經五個人都抽完了 我常常是抽完想說 為什麼奶奶還在抽 對 這個可能要專業的人回答 但我不太知道 但我其實算是健康的 而且我血管還蠻明顯的 對 抽血錢先喝一瓶水 哦 可能會比較好 因為奶奶平常都沒在喝水 所以 可能也有一點關係 血太稠 真的真的會 那叫什麼啊 就是會恐懼 好我要先開吃了 講了快半小時 還沒吃東西 先開吃 最喜歡鮪魚了 而且是鮪魚 加起司耶 然後還有薯餅 加65 太佛了吧 而且還可以自己找錢 就是真的是 學生 就是怎麼講 學校附近的店家才會這樣子 就是因為學生其實都 蠻老實的吧 就不會像 你們不覺得 就是像出社會 很多那些 就是會有一些貪小便宜 或者是那種 那個誰 蔡阿嘎喔 不是被那個 自己的員工搞嗎 就是 感覺出社會之後 會越來越險惡嗎 就是比如說老闆說 你自己找錢 然後就把整個錢都找走了 可能他放100塊 然後拿走150之類的 可是學生不會 就是找多少就是多少 所以我覺得這是學校跟學校周邊的阿姨 人都很好 然後就學生也都 就是跟店家阿姨 都是很親近的關係 然後很可以信任的 我覺得這樣很棒 對 就是人跟人之間的信任啊 善良啊 就是本來如果大家都這麼善良 我們也不需要有鑰匙啊 就是不需要鎖門啊 大家也都不會隨便 就是不會有小偷或是什麼 對啊 我就覺得其實本來 本來人性本上應該是這樣的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出了社會之後就會開始 你知道可能 有些人得到了一次好處之後 然後就開始 因為我有看人家講那個 蔡阿嘎的事情 好像都是說 往往都是 可能你一開始 可能是一個小錯誤 但是你發現其實你就算 比如說你少報了這個帳 也沒人發現 然後你就開始有了貪婪的心理 對 然後你就開始一次一次試 然後就越來越多 就是我覺得這很糟糕耶 就是 我常常覺得這糟糕的大人 對就是貪 我覺得真的不行 就是我覺得像學生這樣子 多好 就是單單純純的 然後這就是人跟人之間的信任啊 我覺得這樣很棒 就最近有點對 感受到學生的快樂 遺跡之戰是晚上不是嗎 晚上10點啊 對啊我覺得自己找錢真的很棒 這是人跟店家之間的信任 很棒 謝謝YAMAHA緣分的分享 好我要開吃囉 Yangyang無安 有點忍掉了 因為買了一個小時了 我很久沒有買早餐店 應該有兩個月以上 我會品嘗多在家裡吃 有遇到射牛的同學了嗎 我覺得我很幸運的是我本來新生訓練 我本來新生訓練沒有預期會認識到新朋友 但是我很幸運是我踏進校門那一刻 我就認識了一個新朋友 這真的是新朋友 不是下午三 下午兩 不是 我已經說過幾次了 就是 我已經覺得時間是 是那個 UTC要加8個小時 不要叫人搞錯時間了 好不好 2點加8個小時 是晚上10點啊 對呀 報名的時候就有寫喔 嗯 好回來 對就我本來沒有預期到 我會 那麼誇獎到朋友 因為我記得就是 那時候沒有說報名的那個教室 在哪裡 對然後就是進校門的時候會有那個 新生 輔導員之類的 把他舉著牌子說 就是什麼 集班的是在哪裡 集合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進校門的時候 就有看到那個輔導員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是什麼系的 這樣子 然後他就要跟我講教室在哪裡 因為原本都是沒有說教室在哪裡 就跟著前面那個人 因為剛好前面有一個女生 他剛 就是我前面的那個女生 他剛跟他說完 然後我就在他後面而已 然後那新生輔導員 可能就懶得再重家一次了 然後他就 他就跟我說 欸你趕快跟著前面那個女生走 這樣子 對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教室在哪裡 就跟著前面那個人走 然後走一走 那個女生就突然就回頭 就看我不知道是 我不知道他好像有聽到 他可能有聽到 他叫我跟著他之類的吧 他就回頭說 你也是我們班的嗎 然後就 對啊 然後就 就在我踏進校門的那一刹那 對 然後我們就聊起來 然後我們就今天 對 就昨天我們一整天都是一起 欸有沒有一整天 就半天 然後覺得也蠻聊得來的 對 然後 對他已經知道我的年紀了 就是有聊到 然後今天 體檢的時候也是 我們也是約好 再一起去體檢 就是已經 就是什麼都要一起一起 就很開心 就沒想到 我本來以為會都一個人 就是都不認識這樣子 對 可是意外的就 欸他進校門的那一刹那 然後就 剛好就 對就跟在他後面 然後就變成好朋友了 嗯 但是他不知道我是做什麼的啦 對我是讀大學 嗯 就是他 我們昨天有 有聊了蠻多 然後發現他 他是有在追韓團啦 然後我聽到時候心裡他說 啊 放心了 就是 因為如果他說 我怎麼在看那個台灣的綜藝啊 然後想說 那可能就是可能有可能會看到我們上一些綜藝節目 但是他說他都追韓團 男團 對 所以 所以聽到的時候就有點 啊 放心了 他不會認出我 對不對 對 可是因為我就有聊到說 就是我不是 我不是應屆的畢業生這樣子 然後 他說 所以休學幾年 然後我就說休了六年 所以就 就他知道 他是唯一知道我 大家蠻多歲的人 對 而且因為今天我們也是 就是體檢我們一起約好嘛 然後我們就在填那個資料的時候 其實也會看到 那個 出生年月日啊 所以我就覺得 喔 其實反正今天也會看到了 就是 就與其說我們填資料的時候他就看到 喔 你怎麼是85年的嚇一跳 還不如昨天他就知道了 對 就是聊天的時候聊到 嗯 所以就覺得其實沒差 而且他 喔對 他也會跳舞 他跳舞很厲害 我有看到他那個IG 他的IG 有PO很多他跳舞的影片 嗯 感覺可以 可以跟他請教一下 他跳舞蠻好看的 嗯 然後他也 他也會韓文 他好像學韓文已經 嗯 一年左右了 然後我是兩個月 對 因為我那時候點進去他的IG 然後就看他的那個 名字是打韓文 然後我就唸出來說 喔你的名字是這樣嗎 然後他就 喔你也會韓文 然後說我才剛寫兩個月這樣 然後就有聊起來這樣子 你們想看看 你們不要對我的朋友 他是我的 就是 從 嗯 時隔六年 對 重返校園認識的第一個朋友 而且真的很有緣耶 就是進校門口那一刻 然後就剛好 對 就 遇到他了 你們不要不要不要對我的那個 對他是我的第一個朋友 我要保護他 謝謝 QNK的告白洗手 現在送告白洗手是怎樣 對我的 新朋友告白吧 是送他還是送我啊 真的很有緣分 就是感覺我 韓文的問題可以問他 然後 跳舞的問題也可以問他 他真的蠻會跳的 因為他就是 自己都有在外面上課這樣子 講 會吃的朋友 你看看你們多可怕 謝謝小潔告白洗手 到底是送誰啦 到底是送誰 送我的朋友嘛 然後 而且很可愛的是什麼呢 就是 因為我們有加了一個班群 就是裡面都有大家這樣子 然後反正我現在就是只認識 他算是我現在第一個認識的朋友 然後今天我們要體驗嘛 然後他早上 因為我們是10點 然後他好像9點多的時候 是我在捷運上的 然後他就傳訊息給我說 還怎麼辦 我好像會大遲到 然後就急急忙忙的 然後我那時候看到的時候 我就說應該沒關係 因為他只是一個 就是他一直抓那個分流嘛 就不同科系分不同時間 但其實他就說 他可能會大遲到 可能會不會 就是體檢不到什麼 然後他就說 沒事啊 應該就是假要是 中午以前 應該都是可以這樣子 對然後 就是他傳來訊息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可愛 就是 我想說我們是同類的 就是感覺不會很長 你知道會急急忙忙 結果 怎麼辦我可以 我要遲到了 然後什麼 就是 就是有種 不知道 有一點慌慌張張的那種感覺 所以他那時候傳到訊息的時候 就會說 我們應該可以當朋友 對 雖然他現在已經是我的朋友了 對 但是健康檢查真的還好啊 對不會說 你錯過那報道的時候 你就不讓你健康檢查了 對 其實還是可以 就小吃而已 而且最後他比我早到 他說他可能會大遲到 最後他比我早到 好 就是呢 因為我昨天也是很晚 才到家 快一點 然後我弄一弄也是2點多 才睡覺 然後 可是我為什麼會 為什麼會這樣 本來 10點要到學校 我就是9點 就要出門嘛 就抓踢到一個小時 然後呢 然後 我昨天就可能很晚了 我在射鬧鐘 腦袋不清楚 我就想說 9點要出門 然後我就把鬧鐘射了9點 然後我就睡覺了 對 然後 然後早上15分的時候 你不要去想想 就說 沒有啊我們今天是10點 10點他要體檢 對 然後那時候才9點 然後後來 就過了一陣子 然後他 欸 9點要出門 現在9點 欸 我怎麼會射9點的鬧鐘呢 就是 我真的是腦袋不清楚耶 就是 我想的9點要出門 然後鬧鐘射了9點 但是 但是因為我出門很快 所以我就趕快立刻出門 所以就還好 對 因為他的那個報道的時間 是有差不多半個小時左右 所以我就是壓線到了 就是也不算遲啦 就是壓線到了 只是就很迷糊 然後我那個朋友也迷迷糊 然後就我們應該可以成為好朋友 對 在計算機按下9點 是沒有這麼迷糊啦 那就 欸紅茶來了 紅茶我今天喝紅茶 對 然後昨天的話也有 也有 認識班上另外一個 同學 對 但是就是聊選課怎麼選 因為 禮拜一開學 就是選課之後 就要開始選課了 對 但是現在的 現在最熟悉的朋友就是 就是我剛才說的那個 我要叫他什麼 小呆呆 就是跟我一樣 也感覺好像呆呆的 然後蠻聊得來的 很開心耶 就是還沒開學就交到朋友了 就本來 對他本來會有點 真的會有點擔心耶 就是 因為像 如果是同屆的話 可能會 同班的同學 可能會 他有機會念到 同一班 有認識的或是什麼 可是因為 已經 就是我已經隔太久 基本上已經是不會有 認識的人了 就不論是什麼 國小同班過還是什麼 就是我隔了 不只六年耶 因為我在澳門 讀過兩年 所以其實是八年 我跟大家其實差了八歲 所以基本上已經是 整校都不會有我認識的人了 對 然後我也想說 對啊 那麼久沒進學 我有點忘記 就是你知道 以前可能 分到新的班級 怎麼 怎麼跟大家就是破屏 就是講第一句話 就畢竟是大學 又不會像國小 還好是幾號上台介紹 沒有這樣子 對 就反而 就有點不太知道 怎麼跟大家講話 可是因為 昨天就是在校門口的時候 就剛好遇到那個女生 然後 就是 因為她就先問我 欸你是同班的嗎 就感覺也蠻自來熟的 其實我也蠻自來熟的 其實我也蠻自來熟的 只是可能需要別人主動一點 然後就覺得頻率對了 就聊得起來 這樣子 就 本來擔心在班上就是 對都沒有認識 但意外的很快就有交到朋友了 嗯 開學前在網路上認識 欸好像很多人會這樣 很多人都會這樣 因為我之前開學的時候 我就有發現 奇怪怎麼開學的時候 大家好像都認識 然後問了之後才知道 就是他們好像自己先有一個 以前我不知道是不是LINE群 或者是 FB社團之類的 會有說什麼當 什麼113學年度 什麼某某校新生之類的 然後大家就會現在在上面聊天認識 好像有些人會這樣 但因為我不知道這些東西 然後我都是開學的時候 想說奇怪怎麼有HR已經很熟了 這樣子 對 但我覺得沒關係 就 順其自然 然後也很幸運 就是 有交到好朋友了 BBS 我沒有用過欸 差什麼沒有 差8歲 就是寫那個資料的時候 我還確認看一下 他是93年 差8歲 9開頭欸 我真是8開頭 反正一定有跟我一樣邊緣人 我也不算邊緣人好不好 我真的不到邊緣 但是我不會是班上的那個 你知道會有那種 班帶小圈圈 就是那種講話比較大聲的人 不是物理大聲的 我是說是比較有那種 就班上比較風雲人物那種 但我沒有那麼喜歡 我要吃我話太多了好餓 我昨天幫朋友慶生嗎 然後 他們知道我昨天是 心生訓練 然後就問我有沒有 有沒有交到朋友了啊 然後我就說有啊 我有認識一個這樣子 然後 他們馬上就很關心說 是難得欸 然後他說不是 但我覺得我好像 我好像真的不太 我不知道我覺得男生不太敢跟我講話欸 就是我 但也有可能 對我覺得有可能是我跟男生很 不知道可能我看到男生比較有 然後 距離感嗎 我不知道怎麼講 那我跟女生的話 我會比較願意 就是開話題講話這樣子 嗯 班上一定會有男生啊 但是 我不太 對我不太會 怎麼講 男生不太敢主動跟我搭話 對 嗯 我跟女生比較 我比較 我不知道我就是對男生有一種 疾意 班上好像 嗯 應該嘴線都沒有人知道 我是誰 欸 他那個男生多嗎 我不知道欸 我很不知道 我現在班上同學我只認識兩個 一個選課的那個同學跟 跟 小呆呆 不知道要用什麼暱稱 我不知道男女比例欸 因為星星好像沒有全班到 好像有 十個人沒到吧 有些星星不來 然後 班上呢 我真是我也沒注意看 因為我那時候一進教室 我就是跟小呆呆 坐在一起 我們坐前後來這樣子 比較好講話 所以 那時候我們坐滿前面 沒事也不會 一直回頭看班上有多少男生 就是我其實不太知道 男女比例是多少 什麼家還是什麼輩啊 我真的不知道那個 早上認錯我的那個 那個到底 那個網紅叫什麼名字 好好奇 他知道我叫他呆呆嗎 沒有我剛剛臨時想的 不然要叫他什麼 想不到一個 暱稱啊 等我想到之後 再跟你們講 現在暫時叫他小呆呆 現在暫時叫他小呆呆 暫時叫他小呆呆 嗨 是誰 是小雨 你們在直播嗎 對啊 你們今天怎麼會來 你們今天有練習喔 有事情 我沒有事情 我真的是來吃飯跟直播 你們是早餐 因為我早上提檢 然後我來的時候雨下好大 對 我想說等雨停 然後播一下就可以走 你們要走 你們要走 沒有我們剛來 你們是剛來 我們要待喔 等待一下先 好喔 掰掰 好可愛 小雨現在說話 好穿手感 有嗎 謝謝Defi的一顆心 等雨停 雨停是誰 等雨停 再見嗎 不想不舒服 發覺 將夢想起飛 千金 怎麼不說來看小雨的 我不知道小雨今天會來啊 我以為今天公司沒有人 因為我昨天 昨天工作 我昨天一整天是滿的 我真的 我早上六點起床 然後化妝弄頭髮 然後去學校 然後三個專訪 然後晚上慶生 然後回到家 超晚 快一點 我其實真的很累 我其實真的很累 然後 因為我直播就要改時間 然後我就想說 哇 可是因為今天只體檢 因為我原本一直以為 是昨天體檢 對然後就想說 蛤 可是 今天只為了體檢 都出門了 對然後因為蘇爸在家 直播也比較 放不開 所以我就想說 我就怕 因為通常星期六公司沒有人 我還先問姊姊說 欸還是我可不可以今天來公司直播 有人會開門嗎 然後姊姊就說 有啦有啦 但是 就我以為姊姊可能有工作要 處理還是什麼 然後原來成員有其他事情 對 就是 跟小雨說話 語氣馬上變溫柔 有嗎 我跟你們說話沒有很溫柔嗎 我也可以溫柔一點啊 我有嗎 有嗎 最近來公司的頻率還高 還不是因為圍巾崛起 還不是因為圍巾崛起 我吃飽之後我只要繼續 對我要趕快採集 我真的支援很缺 還不是因為圍巾崛起 因為我家就沒有WiFi 我真的是為了圍巾崛起 然後 我又要直播 我就會來公司 播 對 然後我要背一個平板 出門很重 很重 很重 我要繼續採集了 先按採集 然後我再繼續吃 好笨 然後昨天還手殘按到升級 不然我更快達標 好 或是說因為鼠爸有一點 鼠爸在家就是你知道 真的不太不太不太自在 就畢竟鼠爸對我還是 停留在那個國中生的印象 不然我平常對 如果不是鼠爸在的話 我應該就是一個 每天想奔向家的人吧 看一點音樂好了 聽一點 適合吃飯聽的 療癒音樂 會不會睡著 等一下好像是有點 等一下有一個 Starbucks Background Contact無感軟Q 等一下 家裡網路不好 不是家裡網路不好 是家裡根本沒有網路 家裡沒有Wi-Fi 我只有手機的網路 這好像好一點 大家等我吃一下飯 餓啊 我今天沒來公司 就見不到小雨 那問題是我來之前 我也不知道小雨今天會來 謝謝德瑞克 真情告白 然後又有新的米包買了是不是 又有新的米包買了是不是 又有新的米包買了是不是 但是我要寫起來 好等一下 等一下兌換 先吃飯 等一下兌換 我先吃飯 冬年還是預補到小雨 因為我們就不同組啊 都是很喜歡把我的小雨拆上 我先去吃飯 我先去吃飯 因為我太危險 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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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公主就是專門產食品 好像是欸 好像是欸 但是小芹苓茵沒有被拆啊 這蛋餅好厚喔 它滿足了 梅德璇是什麼意思 他們不一樣哪裡不一樣 嗯 之前分開了 什麼時候 沒什麼印象欸 小芹苓茵茵之前都是SAKU來的 然後後來第一次分組的時候 喔對第一次分組的時候 小芹苓茵是TITATO 而且很短暫 對 這因為好適合進食喔 看一看 紅茶上的早餐店笑話 欸 不是笑話欸 這是荔枝小羽 人逢順境不逞強 身處逆境不示弱 好無聊喔 就是看了跟沒看一樣 小羽 你們聽到的關鍵字 你們才是最糟糕的人吧 你們不care上面的荔枝小羽是什麼 你們只care小羽 你們是聽到什麼關鍵字 你們才是最糟糕的人吧 不是大哥是腦筋幾轉彎嗎 或是笑話啊 就我就是吃荔枝小羽 只想我在這才會這樣 什麼我是什麼糟糕的人嗎 還怪我 好久沒吃早餐店喔 我覺得我可以每天吃 我會不會在那邊讀 讀一年書 然後我就變胖 因為學校附近 學生的東西都 小狗爪外 然後阿姨人又很好 妹妹你太瘦了 給你多一點這樣 而且我很開心的是 我說的那個小呆呆啊 她昨天看到我的時候就說 因為太瘦了吧 那我就覺得 欸 可是因為我昨天穿的就是也是T恤配 運動褲 就是沒有特別露出 什麼地方 就露出我的臉而已 那道理 那道理來說人家看到我的臉 都會覺得我是胖的 沒有 我沒有露腹肌 我昨天是穿運動服而已 只看臉頰的話都會覺得我是胖的 可是小呆呆 居然沒有被我的臉片 然後就是你超瘦的 然後我就 好感動 他沒有覺得我是胖 有沒有可能今天體肩阿姨 這樣 可是幫我量身高體重的是一個 哥哥 哥哥 這個哥哥 不是阿姨 他有好幾個 但我排到的是一個哥哥 而且因為我們昨天專訪其實 我覺得專訪很幸福耶 因為專訪通常會在那種咖啡廳 然後我們就可以點餐嘛 因為他就是也有低消 然後我們可能就會點那種 炸物啊 然後跟一杯飲料 我昨天沒有發豆粉 等一下發 因為昨天太累了 我昨天也是點了一杯 什麼奶茶 不是奶茶 好像昨天是喝奶昔 昨天是奶昔 然後上面也有棉花糖 但我覺得前天的那個更浮誇 就是他上面是大棉花糖 然後昨天是小棉花糖 真的很幸福耶 因為他們一杯都做得好漂亮 然後好好喝喔 就是奶茶奶昔 奶昔超胖 就是好好喝 他裡面還有放一整球的冰淇淋 然後我們還有點那種炸物 昨天吃的薯條啊 炸雞跟披薩 對 但是我們等於 就是 因為專訪其實偏輕鬆 就是我們可以一邊吃 然後一邊聊天 這樣子 對 可是我一邊吃就好罪惡 你知道嗎 而且因為 我們昨天有三個專訪 那我可能點一杯飲料 然後到第三個專訪 還是第二個專訪的時候 他們說 要再點一杯飲料嗎 因為大家飲料就講話嘛 就喝完了 然後我就想說 可是我今天要體檢 我就不敢再點飲料 好可...公費耶 公費耶 然後我就想說我今天要體檢 我不能一天喝兩杯飲料 我就說沒關係 我喝水就好 然後我就覺得 啊...真的是... 可是我昨天還是吃了炸雞跟薯條啊 就是這些不健康食物 我想說而且今天抽血 我被倒閣抽出來 我鞋子過高 因為前一天吃太...太油膩 而且晚上慶生還吃蛋糕 晚上今天吃了提拉米蘇蛋糕 然後我們是去... 那什麼... 吃串燒 就是居酒屋那種 然後今天體檢 其實本來沒有要約昨天 但是是因為我以為 我原本以為是禮拜五體檢的嘛 然後想說體檢我們要去吃大餐站耶 然後結果還可以記錯時間了 然後結果就變成我昨天吃的時候 就是下午專訪的時候 我就吃的那些炸物 然後喝飲料 然後晚上又繼續吃 我就昨天吃了一整天耶 雖然也是有在工作沒有錯 可是就覺得天啊我今天體檢 我就是想說我今天體重 你也要破40了 但還好沒有 大家我正手術了 今天體檢是39.5 然後身高是157.2 可是這個小數點每次都會不太一樣 我記得我上次量有157.8還是1.9 然後今天量又... 但其實我差不多了 我覺得... 可能跟戰 戰的角度也有關係 就差不多 不會再長高了 但我很開心 因為我本來以為我今天會超過40 但我真的守住了 而且不是39.9 我真的很討厭點酒 才一天不會 真的嗎 我好... 我罪惡感好重喔 昨天... 我罪惡吃的真的太好了 最近廣播電台都在播 247.Shiny 喔對 因為我們前陣子也... 跑了蠻多電台宣傳的 覺得我是吃不胖的體重 我真的不是耶 我平常真的很...很克制 我平常真的很... 一直有在隱口 晚餐幾乎是不會吃澱粉 然後可能... 就是偶爾聚餐的話還是可以 但是平常我都很自製這樣子 然後因為原本我以為禮拜五要體檢 然後禮拜四晚餐超可憐 我只吃便利商店的沙拉 跟一顆茶葉蛋 然後想說明天要體檢 對 就是體檢前一天要吃健康一點 對 通常是假的 然後結果... 記錯時間了 然後結果變成... 可是餐廳已經定了 然後結果就變成... 對啊 體檢前一天... 只是... 吃了一堆垃圾食物 對 咖啡廳也在播247 真的假的 可能是... 放... 放電台 然後... 咖啡廳一般會放電台嗎 謝謝阿秋的一封信 流云無安 去菜市場也聽到247 這誇張了吧 是不是... 我懷疑是在... 唬爛我 菜市場會聽247嗎 謝謝齊的天使徽章 平常運動其實不怎麼會尊重吧 但是我還是會單起來 就比如說我... 我昨天就喝了那一杯奶昔 我就不敢再喝... 我就不敢再點其他飲料了 我就後面都是喝水 就... 就覺得... 還是要... 就是... 稍微控制一下 不能... 就是... 我其實真的是吃得胖 我只是很... 自製而已 對 昨天有聽到整點報食 喔對 我們有錄很多整點報食喔 看大家會不會聽到我的整點報食 整點報食是哪一個電台 我有點忘記了 好適 好適 大家沒事可以... 打開好適 九八九 可能會... 整點的時候打開 可能會聽到... 嗡嗡或是我 或是肉肉 在爆食 我覺得應該算蠻好熱的吧 好適合 台中是九零點三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大家會聽到我的整點報食呢 好適合 今天吃滿了 掰掰 有專門介紹我們然後放半首歌 真的喔 太好了吧 還幫我們介紹 但是我們上次去錄電台 好像是錄景廣那一次 那不是錄... 是live 但也算是錄嗎 我們上次去景廣的時候 然後... 那個DJ就有說我們的新單曲真的... 兩首都很好聽 然後他說... 他自己平常... 也蠻常會幫我們播的 就真的覺得好聽 所以播 在我們去之前 他就說他播過蠻多次的 然後就覺得... 好開心喔 因為我也覺得這次的兩首 真的都很好聽 然後我們去的時候就說... 就很開心 他之前有幫我們播 反正就說... 那就希望之後也可以 就是我幫我們宣傳這樣子 一直有廣告 公司播景廣告就... 景廣也會播我們那個啊 只是景廣... 有時候可能都... 他會爆路況給我的 可能就開車的人會... 會聽吧 只是大家開車可能... 專注開車就是放著停 所以可能也不會特別... 特別去找IG什麼 所以追蹤數是沒有明顯的上升 然後我最近也比較少拍Coff 因為我的時間都拿去玩... 圍巾崛起了 我真的過11號 那我把那個伺服器燒光之後 我就要... 我就要好好... 我就要把遊戲卸載 然後... 我就要開始練琴了 那我一定是要花我太多時間 我是縱火飯 所以這種... 戰爭遊戲本來就是要... 本來就是要攻打別人啊 所以我知道大家都很辛苦 我也很辛苦 我昨天就... 因為早上六點子起來畫... 就要弄頭髮 然後... 工作一整天 然後回家很晚了 然後我還... 我還看著那個... 那個叫什麼... 神域激戰 然後我想說... 可是因為每天... 玩的話他會有... 每日... 玩一次的那個獎勵嘛 然後我還想... 有沒有玩 不是還沒洗澡 好累 我還在猶豫 就是我常... 我很累了 但是... 為了拿每日的獎勵 我還是... 一直在玩 然後很累很累 早上五點還在不滅之塔 他到底為什麼... 為什麼一定要那個時間啊 那個時間真的是很不人性耶 移基之下的後遺症嘛 也不能算是後遺症 就是... 為了可以趕快達標 所以... 因為那個的獎勵 是送15萬的資源 食物跟... 木材都是... 所以其實還... 算... 就是... 不無小補 謝謝David的一顆星 對... 我覺得我真的玩的壓力有點大 就是我很累 但我還是會... 堅持... 比如說... 我要把那個... 採集隊伍都排成完 然後我才能睡覺 然後早上起來就是... 趕快再派影隊先出去 然後再去洗臉摔牙 就有點... 就是有種變成我的壓力 然後... 我也沒辦法去練琴 或是做其他舞過的興趣 就... 我覺得有一點... 有一點點不太好 就是畢竟... 我是偶像 我的本質應該是... 唱歌跳舞 我的本業啦 唱歌跳舞 然後... 吉他也好 Bass也好 增進我的才藝 才是我能夠吸引大家的... 方法 對吧 但是我現在卻花這麼多時間在打遊戲 但是卻長不了粉啦 但是卻長不了粉啦 因為其實... 進來一起玩的是本來 就是我的粉絲的你們 對吧 也沒有... 沒有人是因為... 我已經覺得... 才認識我的啊 就是大家都是老朋友的 才一起玩 對 然後還有學韓文也是啊 就是... 我... 我已經... 好幾天就是... 應該就... 這一個月以來 就是可能沒有辦法像以前一樣 他花那麼多時間去練韓文 可能一天能夠做一個小單元就很不錯了 然後我覺得他浪費掉我太多... 我的... 增進自己內... 內在的時間了 真的是不太行 就像我自己手機裡也不會有遊戲一樣 就是... 我可能還是會下載一些手遊 對... 但是... 我可能會玩... 可能... 我就大概就玩一個禮拜 是我的上限 我就把它刪掉 因為我不希望... 也許我真的覺得這遊戲很好玩 但我不希望... 遊戲耽誤了我... 其他地方 就畢竟遊戲只是遊戲 它是虛擬的 就有時候我會有點逼迫自己 就不能沉迷於遊戲的世界 就是算好玩歸好玩 但是... 比如說之後要開學 我會把重心送到學校上面 對... 然後時間分配... 怎麼樣分配 對... 就是自己會有所取捨 寵物島都發霉 真的... 我已經覺得真的花太多時間 我真的沒有空開寵物島 不玩會不會掉粉 掉什麼... IG粉嗎 剩下的都戰鬥女子 對啊 就是大家也是可以留下來繼續玩 好... 好像不足第十名啊 哦... 大家最近... 接近... 尾聲大家都很拼 我也想趕快達到21個 然後多的支援再分你們 原本是想要都分你們啦 但是... 那時候在聊天室有問過大家的意見 歡迎中秋節 老協真補品全系列 買二送一 然後大家覺得 比較想看到我是那21的 所以... 我會先努力... 把自己伸上去 嗯... 阿 criteria 這麼拱心 cloth commer空 irgendwoxo 手機第幾款每款遊戲 幾乎都是有... 业pai合作下載的 然後寵物导是覺得放著反正也 他也不怎麼花時間 其實所以就先放著 就每天登入 未未寵物啊 就會給聽療癒 放著也不 不嫌麻煩 就不像鬼經覺醒 你就是可能 每天都得上線級的任務 如果一天不上可能就會 會差蠻多的吧 就鬼經比較是需要每天花一些時間在上面 但寵物导它就是單機嘛 所以你就算 一個禮拜或一個月沒上好像也沒有什麼差 你就是看到自己喜歡的主題 決定要不要轉而已 就是算比較輕鬆的小遊戲 所以就先 雖然 合作結束了 但還是留著繼續玩 畢竟 也有蠻多跟大家的回應 謝謝阿秋的英雄 對不起我 好像有一點 想要上廁所 我每天想要吃東西 就會這樣 特別是早餐 你們可能要等我一下 可能這次會有點久 好 好 好 等我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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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手间比较远 然后因为我每次吃早餐的话就会跑厕所 我之前有说过吧 就我很常 而且都还没吃完 真的很困扰 就是 就是 我真的很常 就是一份早餐也就 可能两片吐司好了 我常常会吃到 可能就剩下这么一小口 然后我就有感觉 就想要跑厕所了 真的很困扰 有劲就有 对可是就有点太快 有时候就觉得就差一口 我想要把它吃完 然后再去厕所 就好 然后可是 没有我真的很常 就是 就是 才吃到一半 然后就必须要冲厕所 真的很困扰 不管哪方面 都是速度 2分钟 我再加更快 因为这里去厕所 我记得上次有算过 这里去厕所要多久 30秒还是多久 刚刚有滴 没感觉 因为我刚刚可能有点小跑步 我怕你们等太久 我没有想要听我说明 是不是 而且我还不是点早餐 跟奶茶 因为如果是奶茶 你们就会怪罪给奶茶 但真的不是 我喝豆浆也一样 5G的是吧 我真的什么都很快 我走路也很快 我走路跟飞的一样 我要吃薯饼 我喜欢薯饼 而且我今天去买过 广告 我不太敢点奶茶 说真的 因为我已经消化太好了 我如果再点奶茶 那我真的是 整个人去了 整个排空 我不太需要早餐点奶茶 我没有这个 我从来没有这个问题 真的 谢谢小林的带你去流浪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早餐 就是台湾的早餐店 像这个套餐 它就是 蛋饼跟薯饼 然后 我去买过很多 因为我还蛮喜欢吃薯饼 我不知道跟我是薯有没有关系 但 就是台湾的薯饼 早餐店 他们就是加 那个 就是比如说蛋饼 然后它就是会跟薯饼一起 然后或者是薯饼就是 撒那个胡椒盐 可是我觉得薯饼加胡椒盐好奇怪 我每次都是说 我不要胡椒盐 我要番茄酱 然后有的是直接酱油糕 就是挤在一起的 好 德瑞克先去上班 好 不是晚安 上班加油 谢谢德瑞克的带你去流浪 谢谢小林的带你去流浪 也有人蛋饼加番茄酱 也有人蛋饼加番茄酱 我自己在家的话 我还蛮尝试加番茄酱 我其实比起酱油糕 我比较喜欢番茄酱 我觉得酱油糕会太咸了 对 可是我发现很多 早餐店没有特别讲 他们属于都是加胡椒盐 但我觉得好怪 我就酱油糕 就是要配番茄酱 可是 早餐店阿姨的记性很好 所以我今天 我跟她买过 这个组合 我说薯饼是加番茄酱 我下次去买 她就会记得了 所以我以后就是 每次都点这个 然后她就会看到 那个妹妹 然后就会挤番茄酱 早餐店阿姨记性 真的超好 就是我今天讲过这个 客制化要求之后 我都不用再讲 超棒 我觉得这是台湾早餐店很棒的地方 阿姨的记性真的很厉害 我大概没有办法做早餐店 我记性太差了 我自己今天早餐吃什么 我可能都忘了 今天没有吃早餐 今天口服 但我说平常很好的 我的记性不能去早餐店工作 煮品卡吃 走到店门口就是要问今天一样吗 很亲切 但是我不是喜欢每天吃一样东西 我会想要 比如说今天吃A套餐 明天吃B C 就是我会想要每一种都吃看看 然后 选出自己最喜欢的那个 一定会最常点它 但不会每天吃 一定会坏 记得有吃过早餐就很棒了 我的记忆心到底是有多不行 我没有 我至今还没有老化成这样好不好 我的脸太有记忆点 我的脸有记忆点的话 我怎么会被认成那个什么佳佳还是贝贝的王后 到底是谁啊 到底是像谁啊我 Face ID Face ID 解锁阿姨 阿姨我要解锁我的Face ID 最近有吃鮪鱼蛋饱吗 没有 是因为我 最近吃不太下啦 天气肉比较 食 食欲比较 没那么 好 对 可能就吃个蛋饼 就刚刚好 所以我觉得汉堡的话就是很大 就是我通常会 我很饿的时候 我就会点汉堡 然后吃一个就超满足的 而且一定要鮪鱼 鱼鱼这次好满足喔 最近比较吃不太下的话 可能就吃 我觉得蛋饼蛮刚刚好的 吃一个小面包就差不多 谢谢圣人带你去流浪 要看胃口怎么样 而且 因为最近都吃太好了 因为专访 两天专访然后都有 好吃的可以吃嘛 所以就 对食物的那个欲望 就不会那么强 可是 反而是 我想要减肥 我在克制 我自己 饮食控制什么的 然后反而就会觉得 我想要 早餐一定要吃很丰盛很满足 才会开心什么的 但是因为最近其实吃的蛮好的 就是 就是 庆生餐也好 蛋糕也好 然后 咖啡厅 最近吃很好 所以对于早餐就觉得 其实有吃就好了 就不是很在意 要吃什么多包 有时候早上起来都觉得 欸这广告真的好多 有时候早上起来 还会觉得说 昨天的晚餐好像都还没消化 然后又要吃了 嗯 酥饼好好吃 因为我喜欢买凌薯 我刚刚有人问说 家里会买酥饼吗 之前会买那种冷冻酥饼 但是最近比较少买 那薯饼其实也算是油炸的东西 也没有 就没有说很健康 所以 偶尔吃就好 谢谢阿秋堆一颗星 谢谢阿翔的为你放烟火 廣告 广告多少都想订阅Youtube Premium 我还好欸 因为我平常听音乐不是用Youtube的 我还是习惯用Spotify 因为我觉得Youtube推荐的太大众了 我不知道欸 我不知道欸 谢谢鸡尾巴的带你去游浪 谢谢David的带你去游浪 咱妈好玩 就是 Youtube每次随机播放推荐我的歌 都是那种很 就是可能 大家都在听的歌 可能是那种什么欧美排行榜 或是花语排行榜千几名 的歌 但是在Spotify上的话 我比较可以 找到一些 宝藏的歌手或是乐团 对 就我自己觉得Youtube 比较就是他会一直推荐你 很多人都在听的 或是韩团什么的 但Spotify比较 我觉得比较可以 发现到 宝藏啦 我自己比较喜欢用Spotify 用Spotify也很多年了 但是每个人听音乐的习惯不同 因为我自己就比较喜欢听一些 冷门或是小众的 那有些人 我只是想知道 现在大家都在听什么流行 怎么可能就适合Youtube 然后喜欢 有搭配影像 因为我自己听音乐的话 就是我最喜欢听音乐 不太会看 不太会需要看影片 那种酒会改善 没有啊 我觉得Youtube就是有一个很怪的演算法 你看很多Youtuber也是拍到后来 就是因为演算法就那样子 就是他们就要为了演算法 就拍什么样主节影片 才会吸引人啊 我觉得Youtube也算法也 没有到很 好 但这还是看每个 听音乐的习惯 因为我自己用Spotify很多年 我也比较习惯他的介面 还有真理音乐 对我来说也比较上手 比较习惯了 我昨天晚上回家的时候 在路上看到一只超大的老鼠 超肥 很肥 而且他就这样突然一闪而过 然后我本来以为 想说是一只猫啊 那只老鼠已经肥到 像是一只小猫一样 就是那种沟游真的很肥 然后我本来想说我要确认一下 我有看错吗 刚才那是老鼠吗 然后我就 我就踏出去看 因为我原本是走在 因为它是有人行道 跟骑楼 我原本是走在骑楼里面 然后我就看到有个什么 就这样过去 然后我就往 我原本在骑楼嘛 然后我就往人行道 那边探头 想要看 确认看看看到是老鼠还是猫 然后 那只老鼠就出来 就吵我 在那边冲过来 然后我马上就跳回 骑楼里面 吓死我了 虽然都是鼠 但是勾鼠真的很可怕 很大只超肥的 营养很好 老了说不定有奖励 我就不敢 我的冰 我的冰不在啊 而且 我昨天看到老鼠之后 我还看到一只蟑螂 就是不知道深夜 十一二点时间 就是他们出门的时间吗 那路上好可怕喔 而且我是真的 叫到我朋友都吓死了 就是 我刚才有一次走在骑楼里面 然后 我就看到一只蟑螂在路中间 但是我朋友完全没有看到 然后我本来想说 嗯 因为我有一点点怕 但是我又不好意思 就是 就是 因为有时候 很常会是 因为我眼睛很尖 我走路就会盯着地上 这样子 然后很常会是 就是我不知道 很多人走路都不看地上 然后 我朋友也是 我又很常会 就是 走路走来走 然后我就说 等一下那不要说怎么样 然后朋友就会吓到 想说 就突然 对 然后我就看我昨天我朋友 他也没有发现地上有蟑螂 然后他就默默的 因为那蟑螂在路中间 然后 我朋友就在这 我在这 然后就想说 好 那他就静悄悄的这样子 走过去 应该 就没... 因为有时候反而是 我的反应太接近 欸那个蟑螂不要说这个 然后大家吓到 然后我就想说 好 他没发现那我们就静悄悄的走过去 你走你的 我走我的 那你蟑螂在那儿不要动喔 然后我不知道是我朋友走 脚步太大声还是怎样 然后 他... 他就一脚 他本来就没看到那个蟑螂 然后他一脚就这样一震 然后那个蟑螂就往我的方向冲过来 我直接响测 有没有想到我朋友被我吓死了 而且那... 我自己叫完我都吓烂了 我就... 哇... 刚刚声音的人泪发出来的吗 这是暑叫声欸 这... 啊... 超级尖 而且那时候快晚上12点 我很扰明 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有那种 他说好 我们就要慢慢的 过去金蟑螂 不要打扰他 可是他可能脚步就太大了 然后那个蟑螂就朝我突然冲过来 然后我就... 我真的吓烂了 然后我直接... 啊... 整条忠孝东路听到我的叫声吧 我真的是... OMG 好可怕 昨天有人... 12点左右在忠孝东路有听到一个尖叫声 不是发生命案 那是我在叫 对 我不知道昨天有没有人那个时间出没在那边 但应该很多人要... 今天还要上班可能不在 但如果你昨天有听到的话是我 我先道歉 真真真好可怕 真的好可怕 我要吓死了 而且我觉得录了一定都傻意 而且我发现 就是周少东路那边 因为我是要往捷运站的方向走去 然后我发现在附近好像很多... 蛮多居酒屋 还是什么酒吧之类的 我也不太清楚 然后就很多人 就是... 坐在路边抽烟啊 聊天什么什么的 就是... 因为昨天是星期五晚上 所以可能很多人已经... 就是在... 嗨啦 就是... 然后... 然后... 我那一叫完的时候 那些人一吓烂 有发生什么事情 而且重点是 我自己叫完我也吓烂 我没想到 我会发得出 那么尖锐高亢的声音耶 就真的很尖耶 我真的是... 嚇到别人也 嚇到我自己 我自己叫完 我还吐了 我... 声音太尖了 我这样... 我真的是... 而且我朋友说 他倒一下耳朵还在动 然后耳膜... 耳膜... 那杨贵妃的那个... 琵琶润猴堂广告 你们有看过吗 他可以叫断那个... 万里长城 我叫声差不多 是那么恐怖的程度 我真的是很抱歉 但我自己也没想到 我会叫成那样的 我知道我怕蟑螂 但我就是想说 我不要太大惊小怪 应该就顺顺利 就这样经过就好 可是... 那突然衝出来 我真的反应... 不及 然后我就是... 就是叫出来了 然后我叫完之后 然后... 捂着自己的嘴巴 然后再捂耳朵 就反复不知道他 就是想捂着... 我好像是先捂嘴巴 因为我就是叫太大声了 我刚刚叫成这样吗 我真的... 真的自己都吓到了耶 我真的... 对于昨天半夜有听到叫声 我真的... 我先道歉 我真的... 太可怕了 蟑螂真的不行 但是... 虽然说蜀爸来台湾 就是... 有一点点... 不太习惯 因为很久没有住在一起 但是唯一的一个好处就是 蜀爸不怕蟑螂 他已经帮我处理掉非常多的蟑螂 就是我觉得蜀爸平常不要在台湾 然后有蟑螂的时候他再过来 帮我把那个蟑螂处理掉 我那天在厨房看到一只蟑螂 他就... 因为我看到蟑螂我连那个... 杀虫机我都... 就是... 因为有时候碰它不会立刻死 因为蟑螂跑很快 然后就会跑步要去哪里 然后你还要... 就是想说它在哪里 然后就是跟它在那边... 争夺在 就是... 就是蟑螂真的很可怕 可是蜀爸在的时候 我那天看到一只蟑螂 我就... 我一看到它 然后我就... 默默的退出厨房 然后我就叫蜀爸 然后他就直接... 他直接拿... 卫生纸还是塑胶袋之类的 他说蟑螂有什么可怕呢 然后... 就抓下来 然后就装在这个塑胶袋里面 绑好丢掉 超棒 超棒啊 他甚至不用杀虫机耶 因为那个时候蟑螂 它是停在我们家的砧板上面 然后那时候看到一只... 在那边 然后我还把沙虫机拿给它 那面就是... 就是喷的那个 它在那边 然后... 它就说蟑螂板 这个不能喷... 不能喷沙虫机啊 这个要吃了 那怎么办 它现在在上面 然后... 它就直接把它抓下来 也不需要用到沙虫机 太棒了 我真的不可能耶 我连蟑螂死掉 我都不敢把它烧走 我真的真的好可怕 要抓之前它会... 它会移动啊 属敗也是... 然后... 才抓到 大概也要三次这样 这样就跑很快 所以... 就... 灭虫公司 对啊 这... 这时候我才觉得 就是... 这时候才需要爸爸 平常我是一个 独立的女性 我平常是一个 独立成熟的 成年女性 而且我遇到蟑螂的时候 我需要一个爸爸 他平常不要一直念我 说我睡觉睡很多 说我讲话也有知什么 他平常不要念我 他有蟑螂的时候 再来台湾 我希望有一个任意闻 我真的好想要有一个任意闻 这样就不用浪费机票钱 然后可以很快去地方 很多地方 然后爸爸妈妈也可以 常常见面 然后有蟑螂的时候 然后有蟑螂的时候 我赶快开一下 爸爸 这个蟑螂 他平常不要打扰我 这样 所以有蟑螂的时候 真的需要一个爸爸 太可怕了 不然平常就只有我 我跟奶奶 然后奶奶也很肥 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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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個人好像說一次一百塊 然後就說 他就說有沒有人住在什麼附近 他說希望可以長期合作 可是最好是住附近嘛 然後反正有需要的時候 然後馬上call out 然後就來抓一隻這樣的一百塊 有五百一千多嗎 都有 我覺得不怕蟑螂真的好偉大 他一個月抓了幾隻 就多了一些飯錢 也很棒 想辦法根絕 可是蟑螂到底要怎麼根絕 我們廚房真的已經弄得很乾淨 垃圾幾乎每天都有倒 然後那個洗手槽也是啊 一有殘渣就倒在垃圾上 然後就是會把它綁在小的袋子 包起來 就真的已經很乾淨 真的不知道哪裡的蟑螂 後來蟑螂有想說是不是那個水管爬上來 所以那天抓了那一隻蟑螂的時候 我們又把那個水管口堵住了 因為原本是開的 排水孔 原本是這麼 就是那種 灰色的水管 排水孔在地板那麼大 因為真的已經弄得很乾淨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還要有蟑螂 我就想說應該是那個孔 然後那天就拿 廣告紙 包在塑膠袋裡面 然後把那個孔直接塞住 不要那個排水孔 因為已經真的弄得很乾淨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還會有 然後目前是還沒有在遇到蟑螂 但是 因為是大隻的 如果 如果還有的話 可能就不是那個孔 但目前是沒有在出現 我們家裡面不太會有蟑螂 就是在樓上的廚房 可是樓上廚房就是有那個 排水孔 所以就想 有可能是那個 他加鹽毛出現 應該不至於 因為 如果有的話會是很多汁嘛 那我們家就是 久久會出現一隻 然後很大的感覺 感覺是不是外面爬進來 我們家不養蟑螂 我們家沒有在養蟑螂 有些人家裡面 食物真的是 很骯髒耶 就是 就是看起來就是 為了養蟑螂的家 但我們家真的不是 感覺就是外面爬進來了 應該這個爬旋口 現在已經堵起來了 就如果 蟑螂沒有把它搖破的話 應該是沒事 嗯 那那個排水孔是鼠媽剑回來的時候 他 洗地板 所以就把那個堵做的東西 好像就丟掉了 那你在想有可能是因為那個關係 不可能 我們家那麼乾淨 你不可能有那麼肥的蟑螂 不可能 我昨天晚上回家的時候 路上也好多蟑螂 通常都是有消毒 才會有這麼多蟑螂在路上跑 但是昨天 因為我一整天都不在家 所以我不太知道昨天是不是有消毒 但我回家的時候好多蟑螂在路上 好可怕 歐比王無安 哇我吃 吃一個 早午餐吃真的很久 然後我爸一直罵我 吃飯吃那麼久 看吃飯真的好快 10分鐘就吃完了 我真的不行 天氣熱出來散步了 整個夏天真的蟑螂好多 真的不行 不喜歡蟑螂 來玩一下我已經崛起好了 今天有沒有什麼大事 等一下喔 我們今天來看看我們的 其實 我不知道我的平板要怎麼弄有聲音 我每次都要從設定 聲音 然後才能關靜音模式 就不能用手機 iPhone的那個 就是開那個鈕 平板的我不會 平板的 可是它的控制中心沒有這個選項 我一定覺得現在音樂是這個 我們今天的大事 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的 不太大聲 對我們的 遺跡之戰 我們遺跡之戰 還有倒數 8個小時 我們晚上10點的時候 遺跡大應戰 誒 ヤバイ ヤバイ 我現在才看到 我們人數有點可怕 另外兩隊都幾乎是 不是另外三隊都 兩隊滿員一隊是39個人 這我們超劣勢的吧 超劣勢的吧 現在可以看到對方的那個 戰力詳情嗎 有耶 哇 他們獲得兩次第一名 有這個 哇 哇 感覺有點困難 場均不足 7萬 我們那場均 多少 要怎麼看我們自己的場均 攻擊分 倒抽一口氣 有點難誒 這是硬仗誒 到時候可能真的要 詳細戰績 哇 我們5萬6 5萬6 跟NOC可能 還算 勢均力敵 那看起來最強是這個嗎 39個人 NAS3 看起來是最強 但應該 我覺得其實差不多 但是有一點是 人數上他們贏了 然後還有 還有 還有就是我們上一場有點 就是 撿到 我們上一場 那參戰人數 兩個 三個 是怎麼打 移基之戰啊 就上一場有點 我們真的是太輕鬆了 就是 就是隨便打隨便贏 可是這場的話就有點 哇 他們人都很滿 上一場超開心的啊 就是可以 亂打別人 反正我們戰力就高人眼了 最多 移基之戰 反正我們到時候就聽 聽 我們的 專業玩家們的指揮 對 那時候 它是可以提前15分鐘入場 進入戰場之後可以先 稍微 看一下地圖 熟悉一下 稍微 我就稍微看一下地圖 反正它就是一個站點 的 的 遊戲 對 反正到時候大家就是 我也沒有到很會玩 反正就是跟著大家一起 行動 我們就不要落單 對 我之前就落單 直接被打死 就是沒有注意 這個又挺 還蠻忙的嗎 就是一下看地圖的時候 然後可能你那邊 就已經被打了沒有看到 就是要看的東西很多 對 就跟著大家 再走 哈囉 脆皮海綿寶寶 對 反正這場也 應該也不會到 不知道了 另外兩個看起來都蠻強 我覺得一技真的蠻好玩的 如果 第一次 報名成功的話 我覺得可以先去玩那個 神域激戰 在這個上面 上面這邊有一個 神域激戰 這個 跟一技之戰其實蠻像的 就是它的 一次的時間是20分 我這次還沒有玩 就比較短一點 差不多的玩法 可以先玩神域激戰 就大概知道它的那個 模式其實是差不多的 保哥他們都不要上線 會嗎 我不知道耶 報名成功 會不會不上線嗎 我覺得一技之戰真的蠻好玩的 大家一起打 是今晚10點喔 應該沒有人在搞錯時間的吧 在搞錯時間的話 就 就拜拜 就拜拜 我們 我們 自己打 所以我現在來 我來召喚魔物 我看一下我今天 我刷不刷得到四星的 哇 這裡 先打一個三星的 三星的我都要打 行動力不足 昨天老闆昨天花了一堆行動力 然後結果沒有 你們花了一堆行動力 你們本來要幫我打 然後結果我沒有 我的自動幾節次數沒了 結果我都沒有了 我那時候真的是吃飯吃的 差不多要結束了 然後打開手機 想說應該可以領獎率吧 然後一看 怎麼還還差十幾次 根本沒有沒有開到 好氣喔 有人有四星的野豬 那我們看看 好 那先 打野豬 我的蜘蛛寵物 等一下應該會把我們一起打吧 他就在旁邊 他敢不打 這蜘蛛真的很難控制 給大家看我們的小寵物蜘蛛 通常我們戰鬥的時候 他會幫我們一起打 像是我們打毒之助的話 他也一起打 即便是他的同伴 可是 他有時候就會直接給我走掉 哼 他現在他就在旁邊 他就在旁邊 他這有理由不打嗎 他這絕對會打 他如果不打 我先 我先打他 十點開始要打多少 差不多一個小時 離機這蠻久的 所以我是覺得可以先玩神怒激戰 會比較熟悉他的玩法 對 但是因為我也沒有很會玩 我每次都是跟著老大走 跟著老大走就不會錯 我每次都會玩神怒激戰 離機這張其實蠻累的 就一個小時然後一直在爭地盤 然後而且要很全身關注 反正玩完一場我就覺得好累 不想再打了 我猜最少在 可是我不太知道 就是可能要先去哪個點什麼什麼 所以我都 基本上都是聽大家的 就說 等一下先去 就是那個代稱嘛 就是說等一下先去太陽 然後再去什麼水滴之類的 就因為我不太 我就不太會 我覺得我主要問題是 我真的不太會看地圖 我的困難點是這個 所以我可能就不太知道說 欸就是我們等一下那個 戰略先走哪裡在哪裡 就我可能 就我真的不太會看地圖 對我都直接衝了 英勇戰史在沙場上也是很瀟灑的 橫衝直撞的 還有一隻五星 好耶好耶 我怎麼都刷不到五星 反正我的等級太低了 我的資源現在應該還差 差一半啦 差一半而已 我就可以升級我的首領 欸怎麼有人偷打了 我沒有偷打 所以我剛才在聊天沒注意到 沒有偷打 所以我剛才在聊天沒注意到 然後也有獎勵 一起拿獎勵 因為本來這個遊戲就是 團體作戰的遊戲啊 五星巨蛇耶 他們有獎勵 咦剛剛蜘蛛有幫我們打嗎 是沒有 剛剛沒有注意 有摸到獎勵就很多了 其實打這個有什麼獎勵啊 我其實都搞不太清楚 反正我每次就跟著大家一起打 可是我昨天沒有打到烏龜 昨天真的太累太早氣了 蜘蛛有打 乖乖 姓李的戰報 戰報哪裡有寫獎勵 剛剛打四級的就有食材跟豬病 我都沒有特別注意 每次打開背包的時候 他寫NEO 就想說我剛才幹啥的 怎麼又有資源包了這樣 玩到這個活動都已經倒數幾天 四天要結束 然後還沒有搞清楚在幹嘛 也沒有搞不清楚在幹嘛 就是沒有很了解的地方還是有 有 對我都打開按引毒 因為不喜歡有那個紅點 打起來 我剛才招喚的那隻是不是走了 你看 他在打我的蛇 我的只有三星 我刷不到四星了 因為我現在的等級 我打三星也打不過 我都要派兩隻一起打 三星的就隨便打打 我等一下打完再刷看看有沒有刷得到四星 五星我可能等級不夠 而且我最近都在很努力採集 然後有時候就想說 可是我還沒有解完那個任務 然後我那天就自己一個人在那邊打三星的 沒有我那天自己打二星都打不過 因為我把強的隊伍都派去採集了 真的是超笨 然後我就一個人默默被打死 超可憐 但那時候有經過的那個倉鼠指名 有來幫我打 不然我真的是 其實我的戰力不弱 但是只是那時候因為 就睡前想說 我的徵討任務還沒完成 來打一下 但是強的隊伍派出去想說 應該也打得過吧 然後就被打死了 好笨 刷星 還是只有三顆星 刷不到了 來了 刷運氣的 玩五星的 很開心 我第一次打到五星的神獸 我現在等級真的是自己打三星都打得很吃力 打野豬 打野豬 可以打咯 欸 笑死我行動力不足啦 我按攻擊 然後就行動力不夠了 看看咯 我們再打一個 我們再打一個 蛇 我叫的不能打嗎 什麼意思 可以啊 可以一起打 只是因為 講說三星的 好像獎勵也沒有到特別好 所以 我都自己派兩隊打 打得好辛苦 我現在會用倒數了 我行動力 超不足的 我昨天誇掉太多行動力 因為打頭目好好體力 一次要150 欸 好開心喔 大家一起打 那個速度超快的 有時候很想要為了刷到四星 然後就再刷新一次 然後結果刷之後都只剩一二星的 就有點很歐 我到底要 我現在還有這邊有一隻三星的 但我可以再刷新一次 你們覺得我應該要 你們覺得我應該要召喚這個三星的 還是刷一次看有沒有機會四星 因為我昨天就是這樣子 就想說 有三星不打 但是我想看有沒有四星要一刷 我都只有一二星 然後我早上就打那個三星了 刷嗎 好 好沒有 都是三星的 好爛 好爛 沒有 好吧 但是都是三星也可以 好爛 我會不會有四星 真的很爛 艾達野豬 刷不到四顆行 硬氣不好 然後先去補我的行動力 我之前都想說他體力不知道 就是有時候活動他就給很多體力 然後都想說這怎麼可能用完 然後就打首領的時候 打頭目就花了我一堆體力 然後我現在都快用完我的恢復藥水了 快打 有人還在過來 沒關係我們等一下還有一隻 啊快打完了等一下 應該還有一隻 但只有三顆星的 看一下 剩蛇可以打 刷新 再刷新一下五百寶石超貴 我還以為這個時間會沒什麼的 結果意外的 大家還在放暑假嗎 還是在當薪水小偷 會不會藥水這樣用的 我覺得就是因為我在撿那個部落 那個叫什麼活動 部族總動員的活動 然後因為他那個刷新的話 第一次 第一次 第一次是 啊對今天是星期六耶 對今天我剛剛 我不是被Suba傳來 今天為什麼還在睡覺 不去不起床上課 我忘記今天是禮拜六 因為去學校所以一直有一種 因為昨天也是去完學校然後再去工作 就有一種覺得去完學校再來公司 就是還是上班日的感覺 跟昨天一樣 對耶今天是禮拜六耶 難怪我想大家都有空耶 都忘記了 時間還沒有調回來 本來想說可以直播跟大家一起打一機之戰 可是因為他排的時間是晚上 沒辦法 好 開打 3 2 1 買午餐跟我一起吃 欸剛剛大家有跟我一起吃午餐嗎 應該我吃完的時候你們早就吃飽了 沒有了 還有還有人有那個神獸要打嗎 打完了 也有住在遊戲裡面的人 誰 誰住在遊戲裡面 欸但是蔡雅恩看到我也都說 我是住在圍巾崛起裡的女人 她現在都這樣叫我 因為 她每次來公司看到我都會拿著我的平板 在打圍巾崛起 但就是因為圍巾的那個 那個 那個 我覺得手機玩真的太小了 我真的玩而且玩這一個 因為眼睛每天都一直盯著螢幕 我真的覺得我近視有變身 然後今天 健康檢查的測試力 我就想說 我的視力應該很爛 然後結果還行 還行 我的左邊1.0 右邊是1.2 我一直以為我右眼用的比較 比較多 我以為我右眼視力會比較差 結果 反正左眼視力比較差一點 手機差不多 欸對啊我手機是21%欸 等一下 等一下關直播我再繼續跟你們玩 還是就開著 如果開著的話 其實我覺得開直播跟大家一起玩遊戲蠻方便的 因為 我已經不能用語音嘛 就有時候打字 因為它 介面很小 如果用手機 我連用平板打字都常常打錯字 就是它很 它很難輸入 你們覺得呢 因為我下午 要充個電 來打烏龜 啊現在有烏龜可以打嗎 好啦我昨天沒打到烏龜 感覺我今天直播會播很久 沒關係我手機需要充電 我們換一條位子 好居家喔 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有一點 因為我想要充電 可是我這樣出不去 等一下 其實邊充邊直播好像不太好 但是因為我的手機拿來直播已經 等一下我會移上來啦 我先插個電 可是拿出來的角度是這樣 等一下喔 想想 這邊有個椅子 我們覺得這個角度怎麼樣 可是這個高度 你們看得到我的嘴巴 MV的那個眼罩 MV的那個眼罩 蛤那怎麼辦 我沒有適合的高度 因為這個椅子就是這個高度啊 因為它另一邊比較高嘛 可是不然我就會長這樣 可是不然我就會長這樣 啊我知道了 等一下喔 能不能我 這樣這樣 欸好像可以喔 好像還行 還行 再跌一點 我抓到 我不是以前 你那口講 你那口講喔 你哭 你們有破這個 莫比烏斯之巔的活動嗎 他今天最後一天喔 我之前都破這個破很勤勞 但是因為我這一次才第四輪的原因 是因為我原本打算把資源給你們 我就沒有要繼續升級其他的東西 對 但後來 改變了心靈 因為它真的 我已經覺得太多活動同時進行了 我剛進來的時候都很難 搞得清楚 呵呵 我打到幾層 我現在是第五輪 對 但它要第九輪的話 才會有那個排名獎勵 很消耗資源 對我之前 我之前 我記得我上一次的 墨比烏斯之間 我是有打到九輪 有拿到獎勵的 可是 因為我現在後期的話 就升級比較 比較賞 所以就沒有特別衝這個活動 但是不足總動員的話 就還行 就是 因為我是體力 行動力很多 所以我就想說 就 如果刷到打 頭目的 二十個好像也還行 反正我體力多 但我現在打到已經快沒體力 所以我最近不開自動集結 因為我快沒體力了 對 先把我的那個 資源先充夠 我看一下我的部主總動員 我可以有什麼活動 英靈祭壇召喚15次 加650 超好 可是重點就是沒有 很難15次 我看我現在有沒有辦法 5次 12 13 14 我差一次 我現在可以14次 7加5 12 13 14 我差一次耶 可是我記得他買一個召喚石 好像 1200超貴 對換碼 對 剛剛有人給我一個對換碼 那我好像可以解這個 然後就可以拿650 等一下喔 寶石好貴 1200一顆 等一下等一下 剛剛有支援的錢包 等一下喔 我們等一下打烏龜 我先解一下我那個任務 等一下喔 你們是說 禮包馬 是這個 欸你們 你們那個 禮包馬到底是 你們是 從哪裡找到的啊 為什麼大家都會知道 禮包馬的資訊 我有去他們的官方FB 我有去他們的官方FB 我都沒有看到耶 V.R.T.D.S.E.P.24 還是這個吧 對換成功 耶大家換起來 謝謝大家告訴我這個好看 哇7個很讚耶 王國頻道看到的 所以他都是在 Discord上面 或是看網國訊息 網國訊息太多 我根本就看不完 我根本不知道他們在講什麼 棒 省著用 那我現在要那個 欸圍巾之腳的活動也很棒耶 活躍值達到就可以領 我剛才領了1000寶石 我要先去按那個 我之前是只要看到免費的可以按 我就按 就是英靈機場 我看到免費我就會按 可是現在因為有這個 部族總動有活動 你先按他就沒有刷 因為你沒有接受任務 所以我現在是不敢按 我就先看有沒有什麼任務可以刷的 等一下他在英靈機場 召喚15次加650 我記得我之前有看過召喚20次的 可以加更多 可是現在不知道有沒有 沒有 現在好像沒有 現在沒有 蛤 要等20次了嗎 20次是不是加更多積粉 600夠多真的嗎 那我先接受任務 王國旭有人在推廣TP 誰 是誰在幫我們推廣 是米粉嗎 還是不認識的 不認識的人不會推廣TP吧 我很少看王國頻道 因為太多了 但有時候我有看到熟悉的名字在上面 然後我就看到 喔 喔 煞氣耶 好喔 好喔 就不佳我的部族 好喔 好喔 對 很常看到煞氣也在發言 就是很多 然後我上次 因為最近不是還有那個 護送商隊的活動嗎 我上次還被煞氣也安安搶 而且他搶我兩次 我對煞氣也我有一點敵意喔 一直都是煞氣耶 就是我的粉絲都在煞氣耶 然後成員也都在煞氣耶 然後搶我物資喔 搶我商隊的東西喔 都是煞氣也在搞喔 我是有一點不滿啊 但是他們 他們部族排行就很前面 我們也沒辦法 我們到時候打一定是被打死 所以 好 沒關係啊 我要抓住 蛤 就去啊 大家 戰爭就是這樣來的 就是這樣來的 才取消我們的通過許可 那是啥耶 那是啥耶 英零祭壇召喚15 那我要先接受了 而且因為他那個挑戰機會 免費的次數超少的 然後他每次 每次要消耗的寶石也越來越多 我大概只能接受到消耗200寶石 他要我500寶石 增加一個挑戰機會 我就不會花 500可以買很多東西耶 我頂多花 我就是只會刷兩次 一次50一次200的 超過我就不會再刷任務 就是找積分高的 然後一天就兩個這樣子 畢竟我 對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麼樣 但是 就我自己會覺得 花500寶石買一個挑戰機會好貴 OK 那我現在要去英零祭壇召喚 召喚 他偏打 召喚 最後現在是啥 殺不贏的我們 殺不贏的 他們太強了 這遊戲真的很複雜 我這樣兩次了 兩次 十二 欸我剛剛這樣幾次 兩次 五次 忘記自己按幾次了 喔這樣七次 那我再刷一次五次 我到底素水有多爛 到底素水有多不好 好 我現在對技能那塊還沒有很了解 嗯 要回去看一下 幾次 十三次 所以要再兩次 他們是我們的兩輩 對啊 01跟面面都很強 但是跟粉絲素也有關係吧 因為他們人多 他們人本來就是我們的兩輩 所以戰力是我們的兩輩 也是正常的 Mina的英雄技能加很高嗎 其實我搞不太清楚 技能我一直搞不太清楚 你要去選個東西 反正我每次都按什麼 一箭舔衝 然後就這樣子 技能我沒有很了解 耶 喔很棒耶 我剛才加完650積分 然後獲得這麼多 15萬的各三個 食物跟木頭 滿讚的耶 我這樣又省了好多時間 大地圖採集 500萬支援加400把 這好像也滿好的耶 很可以接受任務 支支洗練40次超難的 我好像連20次都不夠 因為那個果實好貴 技能幾等 要怎麼看技能幾等啊 看一下我洗練果實有多少 我記得好少 15個 15個還不夠 我好像可以 不足日探堡的什麼活動 我獲得一個 那個交換石 但我比較想要洗練果實 不足日子 不錯 點英雄 然後呢 喔 技能幾等 我都平均升耶 我其實不太確定我的玩法是不是對的喔 像 就是我基本上 平均升 然後我現在伊瓦艾的技能 就是 因為我是看 之前有一個活動 什麼什麼打英雄的那個 我看他平均都是5左右 好像就蠻強了 所以我平均就是升到5左右 然後 我的第一個 戰斧割裂 是7 對 然後這個割裂是我 昨天新抽到 所以他只有1 但是我 應該可以 把他升級一下 對 但是其實我看不太懂 就是他的 就是類型機率 這些是什麼 我都是亂升了 就是看一下那個平均 因為像這個 伊瓦艾的這個 第一個技能 戰斧割裂 他寫怒氣1000 然後我看了說明 我也看不懂 他說 就是我不知道怒氣 怒氣1000是什麼概念 就是怒氣是什麼 怒氣是什麼 就是他說什麼 對善型範圍 最多三個目標 不得造成傷害 然後攻擊力提升 那怒氣1000 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一般都是寫機率 對不對 一般都是寫機率 但是怒氣我就不太懂 是什麼概念 但是我覺得割裂看起來很不錯 是因為他機率是100 所以應該是蠻厲害的 所以我應該也會升他 他本來是配別的技能 但是 這個招感覺是用在他身上 然後又是100%的機率 所以我就配給他了 所以打的時候 那個黃點點是怒氣喔 原來我每次打的時候 我一直想說 那個黃點點是什麼意思 所以他其實那個 是滿的時候 等一下你們要打烏龜 好等一下 你沒事吧 我突然救了手機 嚇死 等一下 save 手機重要 我剛才這個是 那個英雄救美的 我剛公主抱我的手機 等一下我打烏龜 你在哪裡 在哪裡 我也要打烏龜 為什麼你們都知道烏龜在哪裡 為什麼你們都知道烏龜在哪裡 在哪裡 要怎麼看 聖池的地方 聖池在哪裡 這裡嗎 我找到大家了 原來你們縮小的時候是三角形的 原來你們縮小的時候是三角形的 搬死了我 固定的地方 是固定的地方嗎 我們一直都在這邊打烏龜嗎 我想說每次都跑不一樣的地方 真的喔 因為它這個遊戲 我覺得也很煩 就是它會一直換白天晚上 而且換很快 它不是隨著我們的時間換 然後季節是一下下雪一下什麼 然後我根本就 它換了季節 換了白天晚上 我就覺得好像是不一樣的地方 昌鼠大間騎很像賽車 烏龜烏龜 我來了 我昨天沒有打到烏龜 欸 長的不一樣啊 但是我平常路吃也是這樣子 是我去一個地方 嗨 我去一個地方 可能我去的時候是白天 然後結束離開的時候是晚上 然後我就會不知道 我來的時候是走哪一條路 我要再Google一次 就是白天晚上真的是 長完全不一樣的地方 欸還有人在過來 看一下要多久 看一下要多久 是誰 還要1分半 那我繼續看我的那個英雄技能 就是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真的對技能不太熟悉 然後比如說我看到1它很低嘛 我就會想要升級它 然後升級它這樣 它就會出現一堆這些什麼東西 然後我常常在技能小屋 我看到特價的技能的碎片 我就會買就是 只要它低於5折 低於5折 對就是可能 那種減90% 這種打一折的是一定買 然後2折也一定買 我根本不知道它那什麼 我只要它打折就是 超過 就是比50%還要再更便宜的 我就一定會買 然後我買了之後 我都不知道是幹嘛的 然後我看到這些技能 就是這些我根本就不知道它是 幹嘛 然後我不知道它要怎麼那個選 然後我都是直接按一鍵填充 然後就會升上去嘛 然後升完之後 就還有就是它 我不知道它一鍵填充是怎樣 然後我就會繼續升級 然後一直一鍵填充 我會把它升到5折了 就是一直填充到這邊是空的為止 但是我不確定 是不是這樣子用的 對 因為很奇怪就是它明明 剛剛大家看到 左邊那塊明明 就有很多不同種的東西 可是我按一鍵填充之後 它就變成全部都是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就覺得 我一直覺得 對我是不是浪費了 碎片要留 對我其實 我後來才想到 是不是那個碎片有別的功能 但是我每次都一鍵填充 就全部填進去了 所以 我後來才有意識到 我覺得我好像是不是有浪費掉 但是 因為我不太懂 對 所以應該那個碎片要留著 對不對 我是最近才發現 我前陣子剛發現那個 做提完有不同的功能 然後最近發現那個碎片 是不是也許有別的功能 可是我都已經 我之前全部都一鍵填充進去了 所以碎片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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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如何多 反應就是這樣 好 烏龜跑了 厲害 打烏龜 想練那個技能才有 可是我都是花錢買的 雖然我買的都是打這裡 就通常我不太會花寶石買 就是 像食物採集 資源採集就有了 所以 我看到打折武 居然說 可能那個技能也才5萬木材 我就覺得很便宜啊 5萬木材 隨便採幾分鐘就有了 我就會買 但是我買的也不太知道是啥 就是特價的就買 所以其實 真的要說浪費虧損 也許沒有到很多 因為我都是特價才買 然後有時候會有那種 原本就很便宜的東西在打9隻 它就直接只要1塊錢或是免費 免費耶 就是我在這遊戲裡也是極致的省錢 好我們先打烏龜 大家Ready 3 2 怎麼還有人在過來 我還打 1 Go 後面5萬木材 但我覺得還好 因為我資源其實 是夠的 我資源其實是夠的 因為等 等之後 你看現在又天色變亮了 因為之後 那個繁榮度商人 就是蜜屋酒館那邊會刷新 我但是在兩天就會刷新 因為我之前 在那邊一次買光 的話其實 應該可以湊到500萬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升級了 然後因為時間其實 昨天我們在聊天室有算過 就是時間上我好像其實不太缺 所以應該是ok的 顯然對下點 大家都 開打了 等一下 等一下我還沒點到 我點不到烏龜 我點不到烏龜 我 這 這 他又快要被打完了 啊 我沒點到 好 沒關係 我一直點都點到那個名字 你知道嗎 他一直出現名字 你們不覺得這遊戲有bug嗎 我真的很常 就是我要點那個東西 然後 然後 然後他 他一直 他一直 點不到 用拉的比較好 可是因為用拉的 我想要按定點 留手 用拉的他就不會讓我選 他就會直接走掉 就很煩 我剛才沒打到 點頭像 對 可是正在中 我剛才就點不到 那個烏龜 那個烏龜啊 我剛才點不到烏龜 吹烏龜 烏龜別跑 那我們先打這一隻 因為我平常沒有用定點 因為我平常沒有用定點 只有打烏龜的時候才會用 大家這次站得好 好密集 好 那開打 3 2 1 打 是不是大家會有一點視察 好像還行 看起來這是什麼 防禦提升我還好 打上面的烏龜 打烏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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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喜歡打烏龜 其實我不知道打烏龜的經驗值是多少 哪裡也看得到啊 哦 往下 就有了 我知道有戰報啊 可是我每次打開我就是 就是只看 這邊 我不知道它往下滑 有寫價1萬耶 很多耶 對啊 比我在那邊花錢 花寶石買經驗書划算 欸 打烏龜很讚耶 很多派幾對一起帶比較好 打烏龜今天很好 我昨天好虧喔 昨天好虧喔 好 3 2 1 往下的 對我今天的心發現是原來那個 Email的戰報可以往下滑 應該是往上滑 下面才有東西 對我之前不知道 好笨喔 好笨 為什麼這樣好笨 假如特無安 我不知道下面有那麼多知性耶 不知道耶 為什麼我可以玩一個月然後到最後 這次應該是最 這裡有最後一次直播嗎 下禮拜 下禮拜 我好像還沒排下禮拜直播時間 忘記排了 到時候再跟你們講 應該 11號以前 可能他還有機會再播一次吧 嗯 想要研究技能的話 還要點開日誌來看 沒關係 那個對我來說太複雜了 這個遊戲對我來說太難了 好我們來打烏龜 好我們來打烏龜 這烏龜只打幾秒鐘 我也會獲得1萬多戰力喔 真的是爽賺耶 真的是有摸到就有喔 好讚喔 我等一下要來剪這個 我等一下要來剪這個 勤勞符文 等一下再剪 先去打烏龜 龜龜 龜龜我來了 龜龜 龜龜 等一下他一直跑 龜龜龜 我來了 龜龜 別跑 龜龜 等我 來追你了 笑女 笑女的 小樂趣 追烏龜 等一下還有很遠的烏龜 還有喔 所以其實是同一個地方對不對 我們有在聖池的烏龜跟遠的要命烏龜 好開心大家一起打烏龜 我們先打右邊這隻是嗎 好啦那我過去 你來 槍鼠要去哪裡你要回家了 來 來 來 Ready 7-8分鐘 沒關係我們等一下先行軍 然後我們再繼續聊天 反正我話也蠻多的 Ready 打烏龜 開心耶 好多人一起打 這邊還有嗎 我覺得要去7-8分鐘是不是要先剪那個 行軍速度提升的那個符文 這邊沒有人 這邊沒有人 那我們去打遠的要命烏龜 那我們去打遠的要命烏龜 它在哪裡啊 有人要貼坐標給我 我真的會在這個 王國裡面迷路 他媽媽他走路太慢了 地瓜橋 午安 我真的坐姿很居家耶 因為我現在在充電 我只能 等一下打完我要回來剪情勞符文 遠的要命烏龜 龜龜 龜龜 還要7分半 說不定以為你的要命會有5%或7% 不知道耶 但等級高經驗也是很豪邁喔 我的伊瓦艾 44的好久了 因為他要升到45要150萬 的經驗才能升上去 超級久 我現在才76萬 好久 我要再派其他兵去採集了 而且你們知道嗎 我是最近才知道原來 按那個 就是往上面的這個箭頭 千層的時候按的這個箭頭 然後這邊有寫說 那個就是季節 會因為季節採集的 那個效果加成不同 我最近才知道耶 所以我之前都好虧喔 我都沒有照那個 採集效率提升的去採集 那我現在可以 林賽有經驗加成 真的假的 林賽打物貝有經驗加成 那我現在回去換英雄來個集嗎 哈哈哈哈 看看 還是我多拍 我多拍一直過來 刷經驗 林賽 林賽有經驗加成 剩幾天沒差了 也是 我還是去採集好了 果然 反正是睡幾天啊 之後我也不會完成這樣了 第一個天賦點滿 什麼天賦 天賦 天賦點滿 天賦 可是天賦很難點滿 因為他要很多碎片耶 看一下我的林賽 天賦 還差很多耶 林賽是用來打野的 怎麼知道啊 他哪裡有寫 天賦 有啊 我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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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上面有寫打野 所以打野就是指 打烏龜 我打野可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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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真的耶 他說該英雄上能對付地圖上的寧波龍 跟其他中立大 所以我應該打頭目的時候都派他喔 蛤 欸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這個可以點耶 你們知道嗎 就是 不是 誰會知道啊 上面這個字這麼小 然後他看起來就不像是按鈕可以點的樣子 可是誰知道他 按了之後居然會有提示出來 誰會知道這可以按啊 好奇怪 這是遊記老迷喔 為什麼會知道這可以按啊 好奇怪喔 都是亂點的 所以這遊戲需要我們亂點 但我比賽等級很低他才14 14等然後3顆星 這遊戲真的複雜數了 但很多人說後期會很缺石頭 但我石頭反而沒有缺耶 我的石頭現在在有 十百萬 十百萬 一千萬 因為我 手裡大丁 二十升二十一 就是需要 千千萬 所以我的石頭是夠 我現在反而是缺 食物跟木材 但是不用 大家不用給我 我今天 明天採集就可以衝到了 因為他的 食物跟木材就是 是十九點五就夠了 所以我今天 明天努力採集 我可以到 對 因為我真的很擔心 每次大家就說 欸你簽什麼資料 我可以給你 但是我 我只有想說 如果我靠大家 那我就不是我自己 無刻達到 我等於開了外掛 對我可以 只是我還要幾天 但是活到結束前 應該是可以升到二十一的沒有問題 因為昨天算加速是夠用的 而且我今天打也有送一些加速 我看一下我現在加速有沒有變多 變多兩個小時而已 但應該是夠啦 移基之戰打完商店換換 對移基之戰其實送獎勵蠻好的耶 我看一下喔 移基之戰的商店 我跟你們講很尷尬 就是因為他移基之戰換十五 比如說他要換十五萬的食物 他就是需要這個叫什麼幣啊 反正移基之戰幣 移基之戰幣 他其實最低九千就能夠換資源了 但是我多尷尬 上次打完我換一換 我現在是剩下 看不太清楚 剩下八九九八 我只差二 我只差二我就可以換食物了 就可以換食物或木材 我八九九八我啥都不能換 八九九八在這個移基商店 只能換稀有魔物材料箱 沒了 就沒 八九九八很尷尬 我只能換魔物材料箱 真的對我來說沒有用啊 就九千我就可以換資源了 然後我八九九八 是很氣 這跟39.9公斤一樣很氣 這差一點 但這次打完就可以再換一些啦 移基之戰要被壓在地上邊了 應該是也不至於啦 因為 有一對的部族平均積分 兩萬五 感覺沒有到很 可是等一下喔 等一下他們 等一下 部族算是六億喔 各十百千 對啊 我嚇爛了耶 等一下 這怎麼可能打得硬 等一下 你看 我剛剛是看 場均部族積分兩萬五 好像我們沒有輸很多 可是 部族總算六億喔 不是六千萬 六億耶 蛤 怎麼會把我們都配在一起 這太過分了吧 這系統 蛤 蛤 等一下 這怎麼可能贏 那最弱的是這一個嗎 最弱的是 MAS3嗎 等一下 我要數一下 這到底各十百千 4億 蛤 上次刷分數太爽了 所以這一次 給我們配 這麼不可能 這麼狗 我會數掉喔 不只破一耶 破很多耶 4億跟7億 還兩個7億的喔 對啊 我們才1億 這怎麼 這怎麼 這怎麼比嘛 這 不要開玩笑了 啊 為什麼 對啊 因為他們都 他們 啊 白銀的 啊 欸 但我們會拿到白銀 是因為我們上次 第一名 所以被升到白銀嗎 所以真的是我們上次打太爽的問題 所以真的是我們上次打太爽的問題 上次白銀了 對 上次白銀了一場 所以這一次換我們 我這次真的 真的要墊底了 呃 沒關係 就大家開心玩 段位太高 欸 這不可能呢 不可能呢 你 上次太開心換來這一次的痛苦 欸上一場沒有跟到我們一擊之戰的 很可惜耶 我們上一場真的是爽贏耶 就是 各位數字的人跟我們比耶 真的是打得好 好開心喔 然後這次怎麼變這樣 就是怎麼變這樣 好sad 好我們 目標第三 也不錯啊 第三還是有不錯的獎勵吧 嗯 規則跟獎勵 等一下如果我們拿到 如果我們拿到 青銅 我們就算最後一名還是會有獎勵吧 吧 吧 怎麼辦 我現在表情逐漸 逐漸僵硬 我看到那專領的下輪 我真的下不出來了 我們上次 他們參賽的都是各位數字而已啊 三組加起來都沒有很多 我們根本就是躺著贏 然後這次有點 咦 怎麼辦 不要被夾擊就有機會 大家 今天晚上10點一擊之戰 大家都要到喔 大家都要到喔 再提醒 那個時間是UTC時間 要加8小時 所以是 還有倒數6小時48分鐘 晚上10點 大家可以9點半就先 把部隊交回來 先ready 然後可以先進去看看 然後反正我們到時候就聽我們 我們的 高丸指揮 對 因為我也 不太會看地圖 反正就跟著大家 跑 對 然後隨時注意一下 對 就有沒有落膽 對 因為我常常就這樣 莫名其妙就被打死了 大家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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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龜應該到了 烏龜 烏龜去哪了 我走錯地方嗎 等一下 在這裡 我來了 我來了 我們來打烏龜 但是烏龜都只有等級2個喔 沒有再高一點等級的 我們先衝一點英雄經驗 應該對於我們今天晚上打 至少增加了一點點戰力吧 有吧 好 那我們現在先來打烏龜 好 先打下面這隻 OK ready 3 2 1 2跟3 2 3 2跟3 2跟3 3 4 4 5 5 4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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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都不知道這些符文是什麼東西 都笨笨的 最近才知道他們的作用 等一下他又走掉了 等一下點不到 貝錦焱很望春風 是不是就是啊 這貝錦焱 就有種 等大家 Ready Radio OK 大家 要數 出外 好開心喔 很很 很愜意的 星期六下午跟大家一起玩 還有一隻 好 為什麼我一定會配這種音樂 好 跟在一起 可以 要數 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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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覺得如果浪可以讓我 就是我不知道怎樣可以 就是可能上面 還是下面顯示遊戲畫面就好 那感覺好像有點困 手機的話 好 威威 對 還是要電腦 很像 很多的那種什麼 遊戲實況之類的 但是 因為我也不算 我也不是遊戲實況 這只是 我覺得這 以手機遊戲來說真的偏複雜 但是實際上手機會燙爆 我手機現在應該是燙的 對 因為一邊充電 我手機好可憐 但是因為直播沒辦法 直播其實本來就很 就是耗手機的那個 耗手機的那個 耗手機的性能 耗手機的性能 喔 F是烏龜 烏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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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Ready 3 2 1 啊 我點不到自己 等一下我點不到自己 摸到最後一下 剪尾刀啊 這裡也有一個勤勞符文 等一下再剪 下一次 下一次 完蛋了 採集符符 等一下再 先轉經驗 好耶 大家也是用電腦跟平板玩嗎 我覺得用手機看久了真的是 眼睛蠻累的 還有三隻 好耶 一起賺金面 倒數 3 2 1 5 大家一起打真的超快 有時候只要手殘沒按到就打完了 咪酒 你沒有打到 沒關係我剛剛有一次也沒打到 上班用手機 但是還好我自己在外面不方便帶平板的時候也是用手 昨天不是新生訓練嗎 然後 因為就是 聽字實聽兩三個小時真的會很疲乏 沒事的時候我就拿手機出來就點一點點一點這樣子 就是打發時間 那這個上課的時候應該就沒有辦法了 這個上課的時候要認真聽 好 3 2 1 5 耶 還有三隻 在哪裡 龜龜在朝我們靠近耶 龜龜 他知道 他自己想被我們打 鬼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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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 為什麼我一鏡站不能下鼓打 他這個時間真的是太不友好 鬼魂已經被我們包圍了 哈哈 打 啊 耶 風收符文 哪裡還有烏龜 還有一個遠的要命 我看一下喔 對啊打烏龜真的加很多經驗 這打完了是不是 他是不是小烏龜 他不是小烏龜 他是炙龜 打烏龜真的很賺耶 我不知道在哪 我都沿著大家的路線去找 在哪裡 哪裡還有烏龜 哪裡 是多遠 這個嗎等級1的嗎 群流巨鬼 1萬5 這個嗎 哇走過來要多久啊 等一下認真嗎 要走16分鐘 這麼遠 等一下我要先去撿那個 行軍速度提升的嗎 還是算了就放著 怎麼那麼多 怎麼那麼多 我有點錯嗎 我有點錯嗎 七分敗 嗯 是在這邊對吧 這個雪花的這邊 是在這邊對吧 哦 對 7分鐘 要回家補冰嗎 應該不用 我還可以打 我剛剛點到等級低的 要走16分鐘 嚇死了 沒關係 反正就放著慢慢等 我看一下我還有什麼任務可以接 看一下我的部族總動員 啊啊 我剛剛沒有 我剛剛沒有接受採集500萬支援的那個任務 他可以加480分耶 哦 so sad 我剛剛沒有接受 這個很佳耶 好虧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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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爛喔 他那個 接受的時間很短 他就會自己刷型 好虧喔 好爛喔 噢 噢 這邊也有很多烏龜耶 不滅之塔 嘿嘿 好多隻烏龜喔 欸 這裡很多隻耶 開心 那先等他走過來 來看看 要一按 我要點一點小酥酒 打完烏龜在睡觉 直播睡觉,有人要看我睡觉 我应该会不会直接关播 睡播,睡播其实很危险 睡觉睡一睡会讲出很不得了的话 但是我睡觉 我讲的梦话你们应该也听不懂 我睡觉的时候就是小婴儿 他自己说就是听不太懂的那种 难难治愈 会流口水吗?很少耶 很久没有流口水了 我觉得以前会很常流口水是因为 以前午休,在学校都是趴睡 就是因为你趴睡头低着 嘴巴开开的就很容易流出来 所以我以前五岁的话我都会垫着卫生纸 就比较不会那么恶心 但一般在家里睡觉躺着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压到腿,应该也不是 就是头,就算我现在没有在睡觉 我一直头低着在下来 然后这样子讲话 可能讲一样口水也会滴 就是,是地心引力你知道吗 就是,就是会 那一般正常睡觉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 小时候蛮会流口水的 小时候蛮会流口水的 但不知道几岁就不会了 还会磨牙,磨牙可能 我觉得还会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比较会 最近有没有我不知道 因为奶奶很久没有回家了 你看他前阵子度蜜月嘛 然后又鼠霸完奶奶也都不回家 真的 逃避 逃避鼠霸了 不愧是奶奶 欸我有点口渴 我去拿我的水 欸很想要跟大家炫耀我的心包包 反正现在还没走到 就是为了 为了我的全新的校园生活 然后 我特别买一个超大 等一下这里有点 超大书包 里面可以放 我的资料夹 资料夹是 雄大的 是可以放很多东西 可以放A4放进来 然后平板也可以放进去 它容量超级大的 就是买来 搭我的书包 它怎么已经 我昨天才第一次背它 它为什么已经脏掉了 我沾到什么了 我不知道 我真的昨天第一次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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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嗯 为什么我的 我已经绝起 突然没有音乐了 它为什么没音乐了 对啊 为什么 反正我关掉了 重开 重开一下 对啊 虽然有时候觉得 它一直讲话也蛮不好 哇哇 我突然 突然很空派 但是都没有音乐 然后突然就 这个 这么庞妥的音乐 我来啦 我看我走到了没 欸 超级 Lag 我的平板超级Lag 我走到了 但我好像可以派一对 再出去采集 真的很缺 支援 不能让采集一对空着 别生死塔神是 什么样的概念 俊山五安 谢谢俊山的 会员票 还有 哦 都是会员票 不同的会员票 搜寻他的照片 等一下哦 叫什么名字 杰森史塔森 是谁 杰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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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 哦 玩命关头 常常演犯罪电影的 很帅耶 我怎么点不进去啊 我网路现在不好 是不是公司太多人 点不进去 有点 诶 诶 他刚刚长得很像 维京崛起里面的人物 诶 不觉得吗 维京崛起里面很多这样的 样子 好 我们要去打乌龟 来来来 看一下大家都到了 还有人 还没到 那再等一下 硬汗的长相 跟我一样 诶 诶 诶 那我真的觉得我 怎么这样 我其实是硬汗吧 就是 诶 就是 我洗澡 是洗战斗澡的 然后上厕所也是 就是 速度 讲求速度 就是 蛮硬汗的吧 就是怎么讲 体力也蛮 蛮 耐操的啊 我可以跑 我可以跑半马 然后 然后 苦功我也都可以做啊 是感觉蛮 硬汗的 就除 我说除了我的脸颊肉很软之外 我其实 还蛮硬汗的吧 这个个性也蛮硬汗的 就只有脸颊肉是软的 但 其实我 就撇除掉脸颊肉 其实中国式的硬汗 真的是蛮软的 我真的觉得 诶 成员一直说我太在意我自己的 脸 脸 因为我真的最近觉得 我的脸好像 是不是特别 特别圆 就肉很多很肥 就真的是最近 我最近是每天 起床照镜子化妆的时候啊 然后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 我这个脸 为什么 这些图示一点的搓搓你 我就真的化妆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做什么脸好像最近变圆 然后我就上了很多修容 可是还是脸很圆 我知道我一直都是肥肥的脸 可是最近真的觉得 就是脸 我已经这样子 遮这么多 我都觉得好像还是遮不住 他的猖狂 我真的觉得我最近脸变圆 然后成员就会说 没有 这就是你的特色 你很瘦的 你不要一直说自己脸胖 不知道什么 可是我真的觉得 可是我好像真的最近脸变圆 就是算我最近的体重 体重 其实最近是瘦了 以体重来说 最近有时候会到38 就差不多38 39 就其实最近 算是瘦的体重了 可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脸 变圆的感觉 或是我自己 我不知道最近的容貌焦虑吗 我真的觉得我最近脸很远 所以 不知道 然后因为我的 那个小呆呆的同学 他不是也说我很瘦吗 因为他后来就是有聊到年纪的时候 他说 这个我好像看不出来 就是又来有差这么多岁 然后我就说 我就有点没知情 我就说 应该是因为我婴儿肥吧 婴儿肥真的就是很容易 因为我会让人家觉得 好像年纪比较小 奶奶捏过他 奶奶很久没有捏我的脸了 因为 她蜜儿肥去十天 然后 因为最近蜀八在家 她也没有回家 所以应该差不多 应该还有两个礼拜 她没有捏我的脸 难道是因为奶奶没有捏 所以她变肥了吗 所以我要自己常捏 那边 胶原蛋白没有流失 不知道 我真的是 就是 就是我胖也不是胖脸 其实我胖的话 好像会先胖肚子吧 嗯 脸就真的是无解 就是我可能今天体重变胖 然后可是胖是肚子也不是脸 然后 我现在脸变胖 可是我体重明明是变轻的 就是也 就是看我那脸很奇怪 就是找不到关联性 只好握手会帮我捏的 史丹夫姐姐 不是应该是哥哥 史丹夫哥哥 但有 有奇怪的人 还有人没到 我看一下多久 哇怎么好像很久 怎么好像很久 是谁 是谁 现在才来 现在才上线是不是 哇 滑不到尽头 在哪里啊 太久了吧 是谁 不等你咯 不等你咯 太久咯 我们要开打了 太久了 没办法等你咯 我们先打这一只 10 还要8分钟不等咯 我们先开打了 我们已经叙事再翻了 刚出了 迟到仔有没有 迟到仔 来 但我们这不是体检的 我们已经 已经很想打人了 不是打人 我们想打龟 打完赶快回家 继续采集 或是在这边采集 太缺资源了 好 发现要很久就放弃去了 难怪想说来的人是不是少了一半 这可能也太远 可能真的太远好了 没关系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打了 来 3 2 1 GO 200多多 但是我觉得刚刚就是 一边跟大家聊天 然后一边按醒醒 就还好 就7分钟其实也 蛮快的 下一只 GOGO 真的很壮观耶 很壮观耶 就还蛮有 秩序的在移动的蚂蚁 这才一级的 看一下一级加的经验 欸 为什么 为什么一级加的经验比较多 他加经验1万6耶 可是我们刚才打二级的时候 不是才1万出头吗 对 刚刚是1万1而已 为什么打一级的加经验比较多 好奇怪喔 因为打的人变少 是这样子吗 所以他是算平均的吗 来 是不同东西 不同东西 他是不同的龟 这里乌龟是比较 是因为这样的 那这边的二级不就2万多 好 那我们Ready咯 3 2 1 GO 有人 有人还没来 来 哇 打得到吗 打得到吗 有有有 撿到尾刀了 这边还有一只 好难 他这个好难滑 我有时候是点不到自己 不灭的物种 不灭吗 刚刚打完他不是数了吗 他会再生 对不对 有点走过了 强迫着一定要把乌龟包围 好 打给 Ready 3 2 1 GO 我现在才赚乌龟经验值加这么多 那干嘛要花宝石去买经验书啊 打乌龟赚的还比较多 而且打乌龟有花很多体力吗 打乌龟有花体力吗 打乌龟是不是没花体力啊 没有花行动力 差点点到乌龟 这真的有时候有人不小心先偷打了 但是真的也没办法 因为他真的好容易 不小心就顶到 我自己都好几次差点收获 我们之后一周才想到 可是是因为我们之前 卡在那一块打不了 对不对 无面的经验都很多 就你好棒哦 之后就是我们的了 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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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这里还有一只 等下我走错别人 周苔员 等一下哦 我的手机卡爆了 回来了回来了 又卡爆了 應該是因為充電 沒關係 現在擺掉 好 開打囉 Ready 3 2 1 1 2 2 3 2 3 5 5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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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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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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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6 5 5 5 5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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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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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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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還有一隻 還有一隻 鬼鬼 其實這個遊戲要說複載 但是 說真的,因為有些更困難 有些是不是你還要 就是用電腦玩 然後你還要同時按什麼鍵 然後觸發什麼技能,好像很累 欸對啊,打烏龜不還行動力 然後可以賺經驗 超棒欸 薯掉跑回家比較快 對,這很不合理嗎 就是他平常行軍速度都比烏龜還要慢 然後薯掉都是 落荒而逃,然後人直接變黑白 就是 我怎麼 數掉跑回家速度快這麼多啊 很不合理 殭屍跑比較快 好 準備囉 3 2 1 喔,又幽靈是用飄的 呵呵 我在想要平常用飄的 我行軍速度已經升那麼多 還是走很慢 就像走到這個點 也要走7、8分鐘一樣 很久 還有龜龜嗎 是不是沒有了 打完了嗎 謝謝Spring健康的紅玫瑰 這是什麼名字啊 這是什麼名字啊 春天健康還是溫泉健康 怎麼會有這種名字 收工 耶,謝謝大家 哇,這是爽賺多少 英雄經驗 好開心啊 來,我先剪個符文 我要找採集的 採集的符文 在哪裡 找不到 剛剛不是有嗎 這裡沒什麼可以點 對啊,上一個點好像比較多 那我回去剛剛那邊找 我找不到 我又找不到剛剛的地方了 就是要開成最大的地圖 在另外一區 要怎麼看 好,有人貼給我了 只有採集效率3%的而已 沒有5%的 喔,這裡有5%的 貢丸的這一顆 5% 那我要採集它 你 為什麼大家都找得到 而且好快喔 為什麼我找得到耶 我真的 難道我真的 我的唯一缺點 就是不會開地圖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看一下我的商隊 我這次被搶了兩個 我看一下有沒有大蟹狼來搶我 喔,不是 什麼 TTH4 還好 好,看一下另一個誰搶我 如果又是 同一個人 同一個人搶了我3次 好啦,但 沒有關係 不是煞氣眼 沒有關係 我跟煞氣眼已經快要槓上了 你知道嗎 一直搶我的東西喔 電腦用滑鼠找得比較快 喔 哪路後躲 好,大家收工 今天辛苦了 然後 對煞氣有PDST了 我對很多東西都有啊 像我之前狼人殺去上過之後 被罵爆 然後我原本是狼人殺中史館 真的每一集都看 然後被罵過之後 再也不敢看跟完了 對 然後還有 還有 還有什麼的PDST 蟑螂吧 蟑螂真的很恐怖耶 就是每次你以為 那個地方沒有東西的時候 然後他就會突然出現 好可怕 都不搶王國三殺機 啊,因為怕被打 搶別的王國的 他如果要報仇尋仇的話 還要移民很麻煩 但一般也不會啦 其實這個 就小活動也還好 好了 今天也開心的打了烏龜 然後 活動剩下之後幾天 大家就 繼續加油 我們的目標 400萬戰力 收益大力21等 然後如果 可以到 另外一個要求是什麼 1千萬跟 戰力1千萬跟 收益大力23等 我們的部族呢 目前看起來應該 只有一個人可以達到 因為我們都太遙遠了 而且我最近 我最近浪很多耶 我最近浪很多 缺資源 我現在已經很多人超越我了 對,大家 就 超幾天 一起加油喔 然後 然後晚一點 我看一下我等一下會不會睡一下 可以跟大家一起打那個 神域激戰 休息一下吧 眼睛用很久了 然後 晚上10點是 影機制戰 大家要記得 來 蛤 我們今天直播的差不多 播了三個半小時了 真的是一個下午跟大家 大家一起好 耶 好開心 一起玩 好,來面一下今天的排名 今天的第10名是 小潔 謝謝小潔 第9名是 QNK 寫QNK 第8名是 雞尾包 寫G尾包 第7名是 SAN 謝謝SAN 第6名是 德瑞克 謝謝德瑞克 第5名是 果凍9號 謝謝果凍9號 第4名是 小管面線 謝謝小管面線 第3名是 小鈴 謝謝小鈴 第2名是 土司吉 謝謝土司吉 第1名是 DavyK 謝謝DavyK 好啦 今天播超級久 感謝大家 一起玩 好 那今天直播就到這裡結束來 然後 下一次直播應該 應該是禮拜 1 1或2晚上吧 到時候再 反而 再更新在我的心事意上 蛤 蛤 那大家 晚點見 欸他突然有音樂 怎樣 啊又沒了 蛤 為什麼 我想你看 好可怕 符文 我還沒走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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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大家 拜拜囉 晚上見 拜拜 晚安 欸不是晚安 是我要睡了 喔真的耶 有人採集符文 就會有這個音樂 嚇死我了 晚安 晚安 然後我就睡在這 拜拜 晚上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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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閃